为了美艳护卫 竟然在朝堂上首思爱妃脚踹国杖 满朝文武传口大气都要被株连九族 然而寒门子弟与百姓却对他歌功颂的 直呼无皇圣名 原来前主乃是昏君 不仅听信谗言坑害忠臣 更是准备割地求和 好在紧要关头男人穿越而来 不过还没缓过神来就听耳旁一道声音响起 皇上这诏书就签了吧 奴家晚上一定好好伺候你 娇柔的声音与体相让唐玉微微清醒 望着娇滴滴的美人就遇上下其手 女子却还在半推半就地央求着 皇上先把诏书签了我们再回寝宫 唐玉疑惑之际大量记忆涌入脑海 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一个21世纪的混混 竟然一夜之间变成了皇帝 看着娇艳欲滴的美人哪还受得了 当下便准备签订诏书 不过他一个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语 自是看不懂诏书上的文言文 当即便询问眼前女子 见唐玉被自己迷得神魂颠倒 女子也是倾笑一声随后说道 陛下这是割让土地给难瞒的诏书啊 女人化宛如晴天霹雳打在唐玉头上 竟然是割地赔款 从小被社会洗礼的唐玉 自是见过无数美女也喜欢美女 但绝对不会为了女人把自己的地盘让给别人 当即脸色变得难看 老子从小到大只想地盘不让地盘 越想越气的唐玉当即怒吼 老子特喵的不牵 唐玉的爆发是贵妃意料之外的 眼看就要得手 结果皇帝竟然像是变了一个人 而随着话音的落下 满朝文武也是呆立原地震惊不已 要知道这位皇帝被贵妃迷得神魂颠倒 平时只知享乐 怎么突然变得像个街头骂街的流氓 看着众人的表情 唐玉也是终于确定自己穿越了 毕竟小姐姐腿上的触感绝对是真的 虽然上一世是混混 不过那刻在骨子里的东西却不曾改变 割地求和是绝不可能的 此时不知道皇帝已经换人的贵妃还在撒娇 娇美的身躯在唐玉身上蹭了蹭 皇上我们大下地大物博 用干完之地换大下安稳和乐而不文 烦躁的唐玉一拍龙以当即大怒 放你娘的屁 苏贵妃先是一阵错愕 紧接着原本绝美的脸蛋上挂满寒霜 不仅面色阴沉声音也变得冰冷 陛下乃一搏之君还望注意言辞 我再问一遍这诏书你签不签 唐玉眼中的杀意毫不掩饰的暴露 声音也变得冷练 五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尔等安敢让朕割地求和 逆袭化质地有声地传入众人耳中 直叫文武百官朕龙发魁 苏贵妃虽然也被镇住可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玄机面色一沉 今天这诏书你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否则就别怪臣妾了 说吧苏贵妃大喝一声来人 伴随着话音落下数十代刀 是为一拥而入 目光森寒地盯着王座上的唐玉 唐玉一脸镇定地坐在龙椅上 恍惚间竟有一丝帝王之气一散 对于这种场面见怪不怪的唐玉当即大喝 放肆 尔等想要作善 这一声怒喝竟是生生喝住了这群死士 看着眼前散发着危险气息的皇帝 竟是无一人赶上前 这时苏贵妃狂妄地笑声响起 你说我放肆 狗皇帝今天我就要了牛命 唐玉也没想到自己刚穿越就碰见造反 而手下竟然一个小弟都没有 有两个半中心的还被自己关起来了 不过人死鸟朝天不死忘乱也 本就是混混的他也是不惧 当即大喊 见来 下一秒一女子冰冷的声音响起 陛下接见 伴随着纷密的破坑声 一把通体银白的本身 静止插在唐玉面前 陆地两尺半更是发出阵阵剑鸣 唐玉眼神一鸣 好见 这时金兰殿外 一个气质清冷阴气逼人的女子走路 来人正是被贵妃陷害流放的安慰首领叶月 只见叶月上前一步双手抱见丹西贵地 陈旧驾来迟还望陛下恕罪 苏贵妃见到来人震惊地喊道 叶月你不是已经 叶月轻蔑一笑 你以为你找的杀手够我打吗 今日仁赃俱祸就算耶稣来了也留不住 我说的 苏贵妃虽有慌乱 不过看着殿内众人又再次感觉胜券在我 当即便下令让侍卫动手 这时又一道声音响起 我看谁敢 接着数十禁军随之冲入大殿 再看来人 正是被贵妃陷害 发配边疆的禁军统领慕容府 这下苏贵妃彻底慌了 一个天下第一高手叶月 一个铁血军神慕容君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今天要栽跟头 不过已是骑虎难下的苏贵妃当即决定于死亡 于是一边命令士兵托住 一边掏出匕首向唐玉刺去 这娘们要下死手 唐玉一边喊着救驾一边朝叶月跑去 另一边叶月则是一剑劈开侍卫 随后迅速朝唐玉跟去 同时怒声喊道 妖妃胆敢施君 看着急速冲来的叶月 苏贵妃眼中闪过得逞之色 接着竟是吊转匕首向叶月刺去 眼见匕首距离叶月的胸膛只有0.01公分 唐玉抬起脚狠狠向苏贵妃后腰踹去 特喵得动老子的人问过老子没有 砰的一声 巨大的力道让苏贵妃直接飞了出去 脸沙着地惨不忍睹 叶月盯着唐玉愣住了 刚刚那一刀他可以躲开 但是陛下的反应 却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这还是那个胆小怯懦的陛下了 唐玉不知叶月心中所想 此时他正满脸仗红大口喘气 太特喵刺激了 这圆主的身体真是太差劲了 调整好呼吸唐玉举剑高呼 统统给我拿下 这时感受到腰子上传来疼痛的苏贵妃也反过来 是唐玉背后下的黑手 想到平时自己一变脸 就得围着自己转的唐玉 他当即怒吼 唐玉你好大的胆子敢打我 念及于此就想请身对唐玉下手 然而下一刻刺骨的寒意让他瞬间清醒 就见叶月不知何时将长剑抵在他后见 只要轻轻一挑便可让他人头落地 同时慕容君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陛下叛军已全部捉拿 还请发落 形势瞬间逆转 此时的大殿尸首遍地 鲜血更是染红了整个金蓝殿 唐玉忍着不是摆出君王风范 爱卿救驾有功 郑重重有赏 此时的苏贵妃彻底慌了 早知道这俩杀心在 他怎么也不敢逼皇帝割顶 要知道后宫干政是要杀头的 想到这里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唐玉身上 毕竟这个男人可是为了他可以抛下江山的 紧接着苏贵妃猛然扑倒在地 泪眼婆娑地抱着唐玉的大腿 陛下臣妾是受了乱臣贼子的胁迫才这么做 切勿听信叶月谗言啊 臣妾脖子好痛好害怕呀 说着还不忘将衣裳拨开 方便唐玉看到大好风光 只一眼唐玉的眼睛就直了 陛下此乃苏贵妃诡计切勿听信 看着不说话的唐玉 苏贵妃也是有了底气 立刻站起身来指着慕容君鼻子大骂 闭嘴乱臣贼子气敢挑拨我与陛下关系 看到情况不妙 叶月脸色冰冷杀意森然 今天哪怕我人头落地也要娶你狗命 说着提剑变词 住手 下一刻就被唐玉制止 整个金蓝殿刹那寂静 若真可闻 叶月持剑的手停在半空眼神复杂 今时今日你当真还要拦我 语气中尽显愤怒与失望 苏贵妃以为大局一定也不再装了 大手一挥 来人 慕容君和叶月意图是君就地正 傻子还没说出就被一道响亮的巴掌声打断 不过瘾的唐玉更是正反手 不如抽了三分段才破口大骂 你特么是真欠抽啊 老子人你半天了你真到我是尼捏的不成 突变的剧情再次震惊全场 慕容君眼前一亮 心中有种名为希望的东西在生涛 再看向唐玉 只见他严肃地对苏贵妃开口 你不用拿正当傻子 今天正就与你说道说道 大下律法 后宫女子不得甘政 而你却霍乱朝纲视为其一 坑害忠良意图是君视为其二 偷玉袭假传圣指视为其三 一条条罪状如鼠家真般道出 每一个字似乎都带有冰冷的含义 深深地扎进苏贵妃的身体 令他觉得整个人如坠冰角 然而唐玉的话还没完 只见唐玉俯下身子捏紧苏贵妃的下巴说道 细数起来你犯的罪酒足都不够猪 你又有几颗脑袋可以掉 苏贵妃面如死灰还想央求 转瞬似乎想到了什么法开始威胁起来 你敢杀我 你敢承担后果 闻言唐玉不带一丝感情地微笑着说道 小小丞相之女也敢威胁朕 来人压入天牢 反应过来的慕容君等人生怕唐玉反悔一半 费快地将苏贵妃捆绑拿下 逃也试得向大殿外面奔去 之前不可一世的苏贵妃此刻却如泼妇板 张牙舞爪地怒吼着 唐玉我要你死我要你死 随着声音的渐行渐远 金鸾殿再次恢复往日的平静 只是满地的尸骸还在诉说着刚才的惊心动魄 唐玉轻叹口气看着眼前的龙椅 莫名的他觉得这个位置是那么滚胖 大厦的形势似乎比他想的还严重 不过作为一个熟读孙子兵法的混混 就算是一盘烂棋自己也要给他盘活 不管耕种的工具也好 作物种植也罢 那都是刻在骨子里的 丞相那种不懂历史的老匹夫更不在话下 忽然唐玉又想到难买 刻喵地让老子割地 等老子处理完内忧就盘了你们这群万环叫爸爸 正在规划未来准备下一盘大棋的唐玉却不知 此时的丞相已然接到了女儿入狱的消息 一场新的交锋也即将展开 皇上 这诏书就签了吧 签了之后 奴家今天晚上一定好好地伺候你 魅惑的声音响起扑面而来的体香 让唐玉瞬间清醒 眼前的女子惊为天人 白嫩的仙仙小手正在唐玉的胸膛来回抚摸 虽然不知道眼前的美女是谁 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会来到这里 但是这场景谁能把持得住 管他三七二十一呢 当即 唐玉一把将美女搂入怀中 猥琐的大手跃跃欲试 只见女子半推半就地说道 皇上 您先把这诏书签了 签了之后 咱们再回寝宫 快会不迟 寝宫 什么寝宫 唐玉看着朝堂之上的众人才反应过来 卧槽 大量记忆瞬间涌入脑海 感情自己 穿越了 大夏三十三年 皇帝唐玉 我当皇帝了 唐玉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一个二十一世纪 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居然一夜之间变成了皇帝 那还不起飞 好 正现在就签 看着身边娇艳欲低的女人 唐玉的内心早已经蠢蠢欲动了 哪里还管那么多 当下便准备签了诏书 只是 奈何唐玉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 看着诏书的文言文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轻声咳嗽两声 对着身旁的女子问道 嗨嗨 美女 爱妃 这诏书上写的什么 见到唐玉被自己迷得神魂颠倒的样子 这贵妃便轻笑道 陛下 这是割让土地给难瞒的诏书呀 快签下吧 今日忙于公务 奴家都等不及了呢 贵妃的话 宛如晴天霹雳打在唐玉头顶 割让土地 不签 呀的 老子从小到大 只抢地盘 不让地盘 老子的地盘 怎么能让给别人 你脑子坏了 从小经历社会洗礼的唐玉 自然也见过无数美女 他爱美女 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女人 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地盘给人家 哪怕那土地不是自己打下来的 但是 那特么现在就是自己的 割让土地 不存在的 贵妃一政 眼看就要得手 怎么这皇帝可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随着唐玉的话音落下 在场所有的文武百官也都同时愣住 要知道 平常这位只知道沉浸美色 吃喝玩乐的皇帝 被这贵妃迷的神魂颠倒 怎么突然变得有点像街头骂街的流氓 看着文武百官的表情 经过唐玉再三确认 他确定了 自己这绝对不是在做梦 是真的穿越了 毕竟 这小姐姐的大腿上吹弹可破的肌肤 那种触感 绝对是真的 上一世 自己为帮拍立下无数汉马功劳 可终究没有混到一个 但是现在 自己穿越过来 直接做了大哥 还是超级大哥大 财富 美女无数 凭借自己脑海里的记忆 恐怕自己一天换一个小姐姐辅导作业 也特么教不完吧 虽然眼前的美女国色天香 但是让自己抢地盘 那肯定没问题 要让自己把地盘拱手相让不可能 皇上 我大厦地大物博 只是把区区北境弹丸之地割让给南蛮 换来咱们大厦的安稳 何乐不为呢 贵妃一边说着 娇美的身躯又靠近唐玉几分 在身上蹭了蹭 好了 陛下 签了之后 奴婢答应您 晚上您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放你娘的屁 文言 所有大臣都傻了 之前咱们这位皇帝 天天和苏贵妃夜夜声歌 对于朝政的事情 根本一字不提 整个朝堂 上上下下 都被苏贵妃的父亲苏丞相 玩弄在鼓掌之间 完了 陛下这样忤逆苏贵妃 苏丞相要是知道 那还得了 苏贵妃一阵错愕 他本身就是角色佳人 美眸之间 多了一抹疑虑和愤恨 脸色变得阴沉 声音也开始变得冰冷 陛下 您乃异国之君 请注意您的言辞 我再问一遍 这诏书 到底签不签 唐玉喜欢美女不假 但是被美女威胁 自己现在就是老大 一个女人敢这样对自己说话 你耳朵不好吗 唐玉的眼神 瞬间冰冷至极 眼角不经意间 流露出一股杀气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这江山是镇的 北径也是镇的 这大厦每一寸土地都是镇的 镇乃大厦一国之君 岂能割让给他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每个字都掷地有声地 传入了在场所有人耳朵中 这还是那个昏庸无道 沉迷美色的皇帝吗 就连苏贵妃 也被唐玉的话所震撼 可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今天这诏书 你签也得签 不签也得签 否则 来人 话音落下 金鸾殿门分左右 数十名带刀侍卫 目露凶光 浩浩荡荡地一拥而尽 唐玉一脸镇定 高高在上地坐在龙椅上 恍惚间竟有了一丝帝王之气 这种场景 唐玉早已经见怪不怪 放肆 你想坐慎 数十名惊挑细选的侍卫 无意不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可在这一刻 他们居然都纷纷不敢上前 面前这位陛下 身上居然散发出一股 前所未有的气息 眼神中 没有丝毫的畏惧 放肆 你说我放肆 苏贵妃忍不住地笑出了声 狂妄的笑声回荡在大殿之上 文武百官却丝毫没有动作 狗皇帝 我想做善 我今天 救了你的命 这是要造反啊 怎么老子一穿越过来 就有人造反 自己倒是不怕 只是这皇帝 怎么混成这样 危急时刻 一个小弟 没有就算了 连个家伙事都没 自己就算是想干 也特么干不动啊 就那么几个忠心的小弟 还都被关起来了这金鸾内 没有一个是自己人 呀的 死就死吧 人死鸟朝天 不死万万年 十八年后 老子还是一条好汉 来人 拿朕的刀来 朕从小到大 什么都不会 就特么会砍人 下一秒 只听一女子冰冷的声音响起 陛下 接刀 咻 未见其人 只听其声 一把三尺六寸通体荧光大刀 朝着唐玉静置而来 砰的一声 插入地面 剑身发出阵阵剑鸣 唐玉眼神一鸣 好刀 足足插入地面两尺 且刀身不断 只见那金鸾殿门 走进一名女子 眉宇之间阴气逼人 气质清冷 俨然一副女侠风范 她上前一步 双手握剑抱拳 半膝跪地 臣 救驾来迟 丝毫不将眼前的情势放在眼中 大有一副一人抵摆的架势 唐玉看得眼前一亮 这比她见过的诸多女人 都要漂亮几分 眼似水性 唇不点红 眉不化而脆 眉 此等女子 只因天上游 苏贵妃猛地望去 看清来人的面貌 忍不住出声喊道 叶月 你不是早就 满脸惊骇 唐玉听到叶月二字 忽然感到脑袋一阵刺痛 记忆如零星碎片般涌入脑海 原来是她 唐玉一手扶鹅 一手撑着龙椅 望着叶月 眼神逐渐放光 叶月 当今陛下身边的暗卫 天下第一的高手 曾太皇后在位时 收养一名孤女 自幼半唐玉左右 担任保护她的职责 这些年来 一直守在唐玉身边 寸步不离 不知挡下多少次 苏贵妃的阴谋诡计 若不是叶月在 恐怕唐玉早就命丧皇权 不过可怜了叶月 原主七岁执政 早年丧父丧母 只听信定下娃娃亲的苏贵妃 对那叶月不是冷嘲热讽 就是驱逐打骂 若不是太皇后 对叶月有再造之恩 恐怕她早已抛下 她这昏君远走高飞了 叶月冷冷盯着苏贵妃 眼神满是嘲讽 你以为你找来的那些杀手 就能置我于死地 今日便是人赃俱祸 就算是太皇后再世 我也非杀你不可 更别说 你败局已定 她的声音回荡在这金鸾殿内 带着威严之意 似乎敲定今日之国 苏贵妃眼神闪过一丝慌乱 很快镇定下来 望着殿内众人 俨然大权在手的模样 哈哈 可笑 你回来又如何 你一个人 可挡金鸾殿侍卫 今日 你便你是死在这 动手 谁敢 一道雄厚的声音再次响起 唰唰唰 一阵脚步声响起 紧接着 几十名身穿戎装的禁军 手持长矛冲入大殿 金鸾殿众人脸色骤然一变 是慕容统领 是慕容军 慕容不是镇守边疆核实回来的 不好 众人脸上的表情 从震惊变成了恐惧 下意识生出了退意 神色慌乱 叶月 天下第一的高手 夏阳 禁卫军统领 守拥千军慕容军 二人皆是忠诚 苏贵妃脸色瞬间煞白 慕容军 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更是大夏最骁勇的战士 装备最为精良 乃刚所至 刀枪不入 其每个人更是自小 对慕容下谢氏 除非战死 否永不负慕容云统领 如今计划破灭 导致现如今的局面 苏贵妃已是骑虎难下了 唯有先发制人 愣着干什么 给本宫拦住他们 狗皇帝由我下手 苏贵妃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短笔 朝着唐玉急步而来 建议再嫌 早已没有回头路了 曹 唐玉大骂一声 这娘们是要下死手啊 救驾 救驾 他一边喊 一边朝着叶月的方向而去 男子汉大丈夫 首先要看清形势 打不过就得跑 留着小命在 还有青山烧 叶月和慕容云当即愣住 陛下 怎么有点古怪 刹那错愕 现场局势风云再次 慕容军首当其冲 加入战局 现场乱作一片 厮杀声不断 刀锚相碰 发出铿锵之声 叶月持剑 快步而去 凭借着柔软的声音 下腰躲过侍卫的横梯 紧接着 稳住身形 长剑用力向后刺去 一剑刺向脖梗处 刺了 鲜血如泉水般喷涌而出 他眼见唐玉有难 静止而去 同时怒喝道 妖妃 胆敢示君 不好 唐玉亲眼看着那短笔 即将插向胸痛时 呼地掉转刀口 朝着叶月而去 去死吧 贱人 苏贵妃眼中闪过得逞之色 叶姑娘 慕容云统领没曾想苏贵妃如此叫唤 当下想要支援 已然是晚了 草 一声怒吼声如滚雷般炸雷开来 碰 唐玉抬起脚 朝着苏贵妃狠狠踹了过去 没有半点怜香惜玉之情 这种毒妇死不足惜 感动老子的人 问过老子没有 碰 苏贵妃静止摔在地上 由于力度过大 甚至还滑行了几寸 满脸鲜血 样子惨不忍睹 毕 陛下 叶月愣在原地 刚刚那一刀 他是可以躲开 但是陛下这反应 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这还是那个 胆小懦弱的陛下吗 唐玉满脸胀红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太他妈刺激了 他抽出大刀 举过头顶大吼道 还都愣着看我干什么 统统给我拿下 错恶的慕容云 当即反应过来 令手下 拿下这群乱臣贼子 苏贵妃感受到 屁股带来的痛意 才反应过来 是唐玉下的手 平时他脸色一变 唐玉就得围着 他屁股后面装 如今居然对他动手 唐玉你好大的胆子 你居然敢打我 他刚要起身 对唐玉动手 脖肩就传来冰凉的冷意 丝丝鲜血滴落在地面 只见 叶月不知何时 将长剑抵在苏贵妃喉间 只要他动一下 便是人头落地 慕容云大喊道 陛下 叛军已全部捉拿 还请发落 叶月望了眼当下的情势 冷笑道 妖妃 大局已定 就地论斩 原本的情势瞬间逆转 如今大殿失守遍地 鲜血染红整个金鸾大殿 空气中充斥次敌的血腥味 唐玉忍不住皱眉 何曾见过这架势 差点就吐了 他强忍不适 摆出君王风范道 平身 爱卿救驾有功 朕重重有赏 闻言 慕容云愣主 陛下何曾 如此亲和同自己言语 按昔日来说 都是嫌自己多管闲事 甚至还发配自己镇守边疆 若不是提前收到叶月守信 恐怕今日大夏将变天了 如今 苏贵妃是彻底慌了 怎么也想不到 叶月和慕容云会同时出现在大夏 有这二人 他怎么也不敢逼唐玉割地 要知 大夏的后宫不得干政 此乃杀头大罪啊 想到这里 他将最后的希望 放在唐玉身上 这个为了和他共度粮消 不惜抛下江山的男人 陛下 陛下 苏贵妃忽然扑倒在地 泪眼婆娑 爬到唐玉身边 抱住他的大腿 陛下 臣妾是受了这群乱臣之子的胁迫 不得不这么做 臣妾是您的皇后啊 臣妾岂敢造反 陛下切勿听信 叶月馋颜言啊 臣妾好害怕 陛下看看臣妾的脖子 臣妾好疼啊 说着 苏贵妃故意将胸口的衣裳拨开 好让唐玉看到大好风光 这一看 唐玉眼睛就直了 我草 不错 很不错呀 在场众人脸色骤然一变 糟了 以他们对唐玉的了解 这是又开始犯魂了呀 今日已经是人赃俱获 如果让唐玉听信妖妃之言 让她逃过一劫 下次恐怕没有机会了 慕容云眼见如此 苦口婆心劝阻道 陛下 此乃苏贵妃的诡计啊 切勿听信啊 按照唐玉力网处理 只要苏贵妃搔手弄姿 必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今日之事可不同 逼君割地 企图弑君 此乃诸九族大罪 苏贵妃不愧仰仗蒂西 眼见唐玉不说话 当即站起身来 如同泼妇般 指着慕容云喝道 闭嘴 慕容云 你岂敢挑拨 我与陛下的情谊 看到这里 叶月的脸庞 再次冷上几分 眼底里是抹不去的杀意 妖妃 今日哪怕我人头落地 也要驱走你的狗命 说着 叶月抽出长剑 只听剑鸣一划而过 其剑芒直逼苏贵妃心窝 苏贵妃健壮 脸色大变 你敢 住手 金鸾大殿插那静下 落针可闻 叶月持剑的手 硬生生停了下来 翘脸上满是怒火 直勾勾瞪着唐玉今时今日 你当真还要拦我 语气中满是不可思议 今日势君可拦 他做忠诚数十载 陪伴陛下左右 难道不及一个搔手弄姿的妖妃 陛下 他语气中充斥着愤怒 失望 慕容云拳头死死紧握 双肩颤抖 眼神满是不甘 难道 陈远赴千里护军 比不过此妖妃 按照陛下过往宠爱苏贵妃的情形 今日 难道又放他一马了吗 不甘 如何凭陈兴 如何凭天下之心 苏贵妃看着近在咫尺的长剑 又见叶月和慕容云露出失望 绝望的神色 当即冷笑道 叶月 慕容云就凭你们还想杀我 他挥秀大笑道 来人 慕容云和叶月是君 救 话还未说完 啪 直接上前反手一个耳光扇在他的脸上 力度之大 苏贵妃身形不稳 直接摔飞了出去 他破口大骂道 你TM真是欠打 老子一忍再忍 你当我是尼捏的 突如其来的转变 震慑全场 陛下 何曾有这手段 平时不是对苏贵妃那模样 好似高药年上狗皮甩都甩不到 今日居然露出大男人的威风来 看得慕容云眼前一亮 心中生出希望来 有望 你真当真是傻子 今日朕就同你说道说道 大下律法 后宫女子不得甘政 而你却霍乱朝纲 于届干涉政事 致大下内忧外患 你犯其一 其二 被大下忠良之辈痛下毒手 若不是夜月武功高强 恐怕朕今日就该死在这金鸾殿了吧 其三 偷窃朕的玉玺 将慕容大统领发配边疆 吴兆不得入下 唐玉声音不大不小 可化的分量如同泰山般 狠狠压在苏贵妃的肩上 丹灵任何一罪 苏贵妃都难逃一死 苏贵妃愣愣盯着眼前的男人 仿佛换了一个人 原本对他满是爱意的眼神 如同却是含上一层冰霜 话里话外 都冷到极致 唐玉脸上挂着冷笑 蹲下身 捏起苏贵妃的下巴轻声道 细数起来 你所犯的罪 恐怕助你酒足都不够 你有几个脑袋可以掉 那笑令人毛孔悚然 夜月不由地愣住 一个念头在脑中闪过 为何 他像换了个人盘 苏贵妃反应过来 身子止不住颤抖 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嘴里喃喃道 唐玉 你不会杀我的 似乎想到什么 眼神变得阴狠 你敢杀我 你敢承担后果 他身后不止可是苏黎 苏丞相 也是他的阿爹 他父亲如同在大厦 可以说权倾朝野 其权力跟当今陛下相比 有过之而不及 想要杀他 可笑 还要掂量掂量 是否惹得起他背后的人 唐玉眼神不经意 流露出一丝杀意 举手投足间 更是散发着帝王的 威严小小丞相之女 居然敢威胁到朕 倘若真被苏贵妃吓到 那他这皇帝 当得也太窝囊了吧 他大手一挥 贺令众人 带走 押入天牢 是 是 慕容云这才反应过来 几名慕容军快步上前 将苏贵妃压了起来 丝毫不客气 松开 放肆 你居然敢动我 苏贵妃不断挣扎 想要摆脱束缚 可那大手如同卸钱般 抓着他牢牢不放 挣扎之余 风意更甚 他如同披头散发 哪里还有半天贵妃的模样 宛如乡也丰富 朝着唐玉的方向 张牙舞爪 嘶声大吼道 唐玉 我要你死 我要你死 唐玉被过身不语 脸色凝重 随着声音渐行渐远 直至消失 金鸾殿才恢复到了 往日的平静 若不是满地的尸骸 这一切仿佛 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轻叹口气 看着眼前的龙椅 感到莫名的滚烫 暗暗发觉 大夏如同的情势 比他想的还要严重 不过 既然自己来到了这里 接了这个烂盘 怎么说也要把它盘活 好歹自己是现代人啊 什么土豆种植技术 耕耘工具 孙子兵法 那都是刻在DNA里面 更别说他对历史的了解 难道还整不过一个苏丞相 忽然 唐玉想到那难瞒 想让郑哥弟是吧 好啊 好啊 看老子不盘的你叫爸爸 想清楚后 唐玉转身 看向慕容云 露出少有的冷静 慕容统领听旨 离开带着朕的口谕 带领慕容君 彻查圣渝 参与谋逆之人 将其关押天牢 等待朕的发落 慕容云眼前一亮 似乎想到什么 紧接着用询问的目光 看向唐玉 此事不难 难得是 陛下可有决断之心 唐玉看出慕容云所意 眼神一宁 如有抗旨之人 就地斩杀 向上人头悬挂宫门 招告天下众人 截止 慕容云大喝一声 语气中是从未有过的兴奋 陛下终于开窍了 大下要迎来曙光了 带着慕容君告退 整个大殿只剩下唐玉和叶月 唐玉脸上露出 从未有过的疲态 这精神放松下来 整个人是真累啊 所幸 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望着一言不发的叶月 模样看起来 与他相差不大 可脸上已褪去女子的娇弱 胜的是坚毅和清冷 一双眼眸 仿佛经历天下世事 多了几分沉温 若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责任 恐怕会和其他女子般 天真善良 何必手染鲜血 遭他人惧怕 叶月 以前其实是正不好 让那苏贵飞迷了心智 让你心寒了 整个事情经过 我都清楚 这次你救驾属实不易 路上困难重重 想要什么奖赏 文言 叶月脸上的冰霜 仿佛化开了一般 露出惊讶的表情盯着唐玉 他唤我为叶月唐玉一愣 自己说错了什么吗 毕竟自己 才刚占领原主不久 这要是被看出了什么 岂不是直接死在了新手村 嗨嗨 他强装镇定 淡定地盯着叶月 叶月脸色复杂 丝毫没有半点松懈之意 摇头道 旧驾乃分内之事 倘若陛下当真迷途之反 就请应对当下局势吧 如同南蛮不断骚扰大厦边界 还妄图割地求和 朝内奸臣当道 官官相护 内外蛀虫为患 今年的流明 更是到了成辈的数量 整个大厦 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地 百姓名不聊生 今日苏贵妃造反 哪怕陛下下令清除叛贼党羽 却做得远远不够 其背后的是苏丞相 说到最后 他浑身的力气 仿佛被抽去了盘 腐败已侵入海谷 想要重振大厦弹何容易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唐玉听闻 脸色不由地变得沉重 以前的自己太混蛋了 放着好好的美人不要 看上那狗屁苏贵妃 差点小命都不保了 怎么说他也浑穿来了 倘若他活不下来 身边这些人 都要跟着自己一块送死了 唐玉站起身 走到叶月身边 沉吟片刻道 你放心 我能做到 只不过是屈屈的苏丽吧 叶月自嘲地摇摇头 谈何容易 当初他也以为 不过是屈屈苏丽杀了便是 可他身边里三层外三层高手相护 更是有无数文五百官替他撑腰 明里暗里 都动不了他分口 唐玉眼中生出了几分心疼 不过小小年纪 为了护他 为了护住他的大下 恐怕做出了诸多努力 倘若以前的自己能努力半分 都不至于落得今日这场局面 你若不信 可胆打赌 倘若震扫平朝中 以苏黎为首的乱臣贼子 救命于水火 重现我大下荣光 你便答应朕一件事 他用开玩笑的语气 化解着郁杰的氛围 叶月眼神似有宽慰 如同一个小大人般 望着唐玉 点点头 人生总要有盼头 如同陛下悬崖勒马 说不定 他有生之年 能看到陛下除去苏贼 但救命于水火 重现大下荣光 想都不敢想 他脸上露出从未有的认真道 好 我跟陛下赌 但陛下 你必须答应我三件事 并且从今以后 无论刮风下雨 都必须要做到 唐玉点点头 心中一喜道 你说 其一 秦政远离烟花酒楼之地 切莫在英女色误事 玩物丧志 其二 明辩中间 切勿听信小人谗言 误国之大事 否则臣不敢保证 能护陛下二次 其三 陛下您这些年 被女色酒肉亏空了身子 必须跟着陈练武 也未成不在陛下身边时 陛下可护自己周全 叶月目光狐疑地盯着唐玉 这些年来 他不止一次和陛下提过 陛下从未当真过 这次 他也不知对方会不会答应没曾想 唐玉想也不想直接应了下来 朕答应你 当真 当真 叶月眉头微皱 陛下当真答应如此干脆 可几年来 玩物丧志的习惯 怎么可能一招改变 但朕有一个条件 唐玉说着笑了起来 眼神无比认真地盯着叶月 若我能做到 你便嫁给朕做朕的皇后 他目光里净显温柔 就算他在 不懂男女之情 都知眼前的女人 为了自己操碎了心 一心一意为了自己好 这样的女子 换做任何一个男人 都不想放手 虽说气质清冷 浑身透着杀意 可他还是能看出 在那伪装之下 叶月也不过是个女孩罢了 更何况 他还生得极为漂亮 一瞥一眼勾人心魄 不出的笑意 都让唐玉失了神 呆呆望着 希望这女孩 永远这般爱笑 可他说得认真 落入夜月的耳中 眼神瞬间冷下 金鸾殿的温度 仿佛都骤降几分 陛下 君臣有别 他语气中除了冰冷 还有强烈的疏远感 换做是谁都不会相信 只会认为 陛下又犯魂了 不过是跳出了 苏贵妃的坑 又进了另一位美人的坑 有何差别 唐玉撇了撇嘴 看来自己被挂上 玩物丧志的刻板印象了 草 他也不急着洗白 标签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摘掉 当即犯魂 我不管 你不同意 我就不长潮了 什么狗屁皇帝 谁爱当谁当 至于什么太皇后 对你的叮嘱也别管了 也别保护我了 我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这一幕 气得夜月浑身颤抖 恨铁不成钢 若不是有太皇后的叮嘱 他真要好好教训一下唐玉 陛下 不管不管 唐玉表面犯魂 内心却是直乐 夜月盯着唐玉 过了好半天 才平复自己的心情 好 我答应 眼见唐玉想要开口 陛下 切莫高兴得太早 臣虽然答应你 可在此之前 陛下不可对臣 做出愉悦之举 否则 后果自负 最后四个字 他几乎咬着牙说出口 唐玉浑身打了个寒颤 真把夜月逼急了 他说不定真能干出来 他黑黑一笑 生怕他反悔 连忙硬道 行行行 我答应你就是 至于其他的事 不急不急 看夜月的眼神多了些变化 仿佛在看还未过门的未婚妻 早晚都是自己的老婆 夜月见识已成 脸色一变 再次恢复往日那般清冷模样 询问道 陛下所说 一件事是何事 唐玉看了眼 四周见无人 行至夜月身侧 在他耳边低语 刚要开口 夜月一躲 唐玉按住他的肩膀 笑道你会很好奇的 夜月面露疑惑 随之听到的几句话 表情逐渐变得精彩起来 直至最后 脸色从未有过的凝重 陛下 臣立刻去办 隔日 皇宫关道上 无数身穿瑞寿朝服的文武百官 慌张前往朝会 这可是时隔许久第一次的早朝 过于突然 众人根本没有准备 怎么回事 你们听说了吗 今日一早 无数尸体被运出宫 大多数是侍卫 宫女 太监 听说都是 一名官员文言 事宜禁声 眼见附近人没有注意到 小声说道 你是不是想死 那可是和苏丞相有些关系的人 牵扯昨夜的谋逆之罪 全部已处死 苏丞相今日脸色极其不善 要是被听了去 第一个拿你当出气筒 是是是 被警告的官员连连点头 后知后觉 背后不禁冒出冷汗 此事在大厦 已算不上是秘密 一夜过去 苏丞相爱女打入天牢 足足快千人处死 头颅挂在皇宫门口的城墙上 不过就是 做给苏丞相看 哪能轮到他们这种人议论 苏丞相 一道声音响起 原本还在议论纷纷的众人瞬间噤声 只顾低着头 快步赶路 金鸾殿内 唐玉黄袍加身 头戴免留 身子半靠在龙椅 眯着眼打亮殿内闻五百关 闻关左侧 五关右侧 刚一入殿便齐齐居身高喊道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唐玉坐于最高之位 眯着眼 享受着权力带来的感觉 感受着龙椅带来触感 无数人挤破头 就为了坐上这等位置 原来就是这样的感受 万人朝拜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只是 这本是属于他的位置 却有人染指 平身 短短二字 透着帝王威严 仅过一夜 他便很快适应下来 不过是当皇帝 以前那些的电视剧可没有少看 装都能装出样子来 更别说如今他就是大夏天子 闻五百关这才堪堪抬头 可若大朝堂 众人却如鸵鸟般缩着头 唐玉将目光落在始作俑者 苏黎 角落中的苏黎跨步迈出 高声喊道 陛下 微臣有事要揍 他眼神平静 让人猜不透他心中所想 但仅仅几个字 就让百关脸色巨变 不敢抬头 仿佛这朝廷 皆由他一人做主 唐玉浑身透着慵懒 可眼神净显深邃和凌厉 让人丝毫不敢小看 说 并暗中打量起着苏黎 身形瘦弱 浑身透着书生气 好似穷苦书生般 半点没有奸臣之相 只是四有四无 透露出压迫感 还有谋底的阴狠 却是抹不去 苏黎缓缓起身 目光平静地看了眼唐玉 似乎察觉到他的不同 敢问陛下是何意 昨夜杀了近千人 虽说命如草剑 可都是大下的子民 如此是名 可是含了天下人的心 好一句草剑 好一句是名 直接将他架在了 昏庸无能之位 若是这句话传出 那天下人该如何看待他 恐怕揭竿起义的人 将不在少数 如今南蛮几番骚扰边境 陛下不出兵讨伐南蛮 却是将国母打入天牢 敢问苏贵妃犯了何罪 令陛下不顾念情义 痛下此手 唐玉眼前一亮 甚至忍不住大声喝句话 这就是苏黎 第二番话 不就是说他外敌不对付 却对付起自己的妻子 总结下来 不就是说他无情无义 昏庸无能 不为国不为民考虑 这样的皇帝 如此一来 就算避位让贤 也无人会否决吧 就算是唐玉 也不会让如此 昏庸无能的皇帝长朝 叶月靠在金鸾殿不起眼的角落 双手环抱于胸 担忧地看了眼唐玉 这就是他为何无法 对苏黎出手的原因 倘若他出手 唐玉的位置也坐不稳 大夏必定人心涣散 无人心 大夏还算是大夏吗 到时 必定酿成大祸 战争连连 唐玉轻笑 反问道 哦 难道苏丞相不知苏贵妃刺杀 意图造反吗 他就不信 这个老匹夫不知道 苏黎只是沦威丝毫不惧 反而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 笑道 陛下 难道您对臣女的了解 比微臣少过几分 臣女自小天真烂漫 与陛下两小无猜 以性格来言 陛下难道不信 陛下可切勿听信小人所言 说着 他转头深深看了眼叶月和慕容云 眼神阴郁 他昨晚就已了解事情经过 并派人让苏贵妃一口咬死自己 与此事无关 皆是旁人所为 气氛骤然冷下 苏黎如此不顾龙威 肆意威胁叶月和慕容云 看得众人头皮直冒冷汗 唐玉暗暗握紧拳头 正当众人以为陛下要退让之时 他拍砖起 怒喝道 大胆苏丞相 难不成说正污蔑他苏贵妃了 语调逐渐升高 大有一副 你敢说是我的错吗 刹那 满朝文五百官像是惊到了似的 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这陛下可是吃错药了 幻平日里 可是大妻不敢喘一声啊 这还是 自己认识的那个陛下 叶月见满朝百官的表情 不由地笑出声来 这一招用得好 倘若苏黎敢因 便是以下犯上 就可以治他的罪 苏黎狠狠看了眼唐玉 脸色逐渐沉下道 臣不敢 但依微臣所看 此事定有蹊跷 何不细细彻查 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否则 如此处置国母 于情于理 甚有不妥 最后一句话 看似平淡无奇 实则是给唐玉的警告 换种方式说 变相的威胁 唐玉眉头紧锁 苏黎这样 可有臣知道 满脸胡相 言辞凿凿 话里话外 都将自己 架在万人唾弃之位 气氛再次沉下 两股气势的逐鹿 令其他百官 都感到汉毛直立 不敢言语 苏黎就那么站着 与唐玉对立 眼见情势不妙 林泽和周成 便同时站住 跪地高升道 陛下 臣等也认为 此事有些蹊跷 何不彻查一番 换个水落石出呢 看似是在 给唐玉找台阶下 实则是应了苏黎的话 这二人便是苏黎 从科考中 一手提拔上来的文官 林泽乃刑部尚书 主管刑律 周成乃宗人府少卿 主管大小范氏的官人批阅 决定生死 算是皇宫内的衙门 这二人一个律法 一个衙门 可还将他大下天子 放在眼中 一时间 唐玉的脸瞬间黑了下来 眼神变得阴沉 一股无名之火 从心中升起 好 望着满朝百官 眼神所到之处 皆是回避 无人赶出来抗衡 看得他心头一领 他咬牙笑道 那你们二人认为 凶手到底是谁呢 难不成要说 朕身边的暗卫夜远 还是说 慕容统领慕容云呢 他极力压制自己的怒火 到最后 再也压制不住 几乎是吼着说出声 狼子野心 是要将他身边 唯一两个中心之人 全部处死 到时 他明心尽失 身边可还有能用之人 林泽和周成脸色一变 余光暗暗瞥了眼苏黎 见他脸色淡然 当下便壮着胆子道 周成道 陛下 留得奸人所在 大下不保 林泽道 陛下 滚 唐玉气的双眼通红布 怒喝道 好大的胆子 当朝骤镇大下不保 你是何居心 若不是他们二人 镇性命不保 你敢为你说的话负责 当朝侮辱朝廷重臣 该当何罪 金鸾殿上弥漫着他滔天怒火 龙威震怒 满朝闻五百官惊恐下跪 陛下 息怒啊 陛下 息怒啊 滚 唐玉再次喝道 如何不弄 这二人区区刑部尚书 与宗人府少卿 岂敢随意污蔑他身边忠臣 好大的胆子 叶月和慕容云 脸色都是一惊 陛下 是在护二人 慕容云为沉几十载 那被陛下寒透的心 终于感到了回暖 眼眶也不由得湿润 由此君 就算他今日 死在这也不冤 周成和林泽万般想不到 那软弱无能的陛下 居然敢出声顶撞 他们二人 可是苦读圣贤之书 乃是文人 被众目睽睽如此辱骂 脸上无光 周成脾气较为火爆 当即冷着脸道 陛下 难道此事不乃事实 慕容统领 可是无照不得回下 今日却出现在朝堂 据微臣所知 陛下可谓下达诏书 慕容统领此君 岂不是不将诏义放入眼中 热大的大下 他想走就走 想来就来 陛下中间不分 贵为九五之尊 却粗话连篇 可对得起太皇上和太皇后 对得起我们这些老臣 唐玉怒急返笑 周成义语 彻底触碰到他的底线 朕还轮不到你教训 你已下范上 眼中可有君臣之别 义语 龙危尽险 帝王风范在此时此刻 展露无遗 看来 不给这些人颜色看看 是非要揪着不放了 话落 唐玉快步上前 抽出侍从佩刀 气势汹汹 朝着周成而去 夜月眼见不好 惊呼出声 陛下 为时已晚 唐玉手中的刀 已架在周成向上头颅 众目睽睽之下 他冷声喝道 你是想死 杀意浓烈翻涌 惊得朝堂众人色变 要杀 陛下 你若这一刀麾下 当朝百官便是与陛下离心 苏黎弃的身躯颤抖 万般想不到唐玉居然如此 谁人不知周成是他的手下 这不是打他的脸 周成再无刚刚威风模样 被吓得脸色煞白 不敢乱动 就像枝烟了的斗鸡 唐玉冷冷看了他一眼 望向气急败坏的苏黎笑道 离心 朕乃九五之尊 朕所作皆是理 朕看谁人不服 他眼神还视众人 闻五百官避之不及 根本不敢出击锋芒 众人打从心里被震慑到 下意识地臣服 此乃龙威 谁敢出犯 我就要杀了他 说吧 唐玉就要动手 苏黎急忙大喊 住手 周成被逼急 当下顾不得许多 直接失去理智 破口大骂 你个暴君 你个昏君 你敢杀我 他有文人傲骨 岂能受这种欺辱 不好 苏黎心中咯噔一声 林泽也是脸色大变 想拦却拦不住了 唐玉计谋得逞 当即孝道 好啊 众臣都听到了吧 这个狗东西以下犯上 辱骂天子 那就怪不得朕了 他丢下长剑 来人 立刻给朕打入天牢 带朕指意问战 他等的就是现在 杀臣不合规则 甚至明心不稳 但这狗独子以下犯上 理由就充足了 这帽子可算是扣死了 就算他有百般借口 哪怕家里有免死金牌 都无法逃过辱骂天子的大罪 是 禁卫君得令 上前将其带走 叶月眼神逐渐清明 本以为 唐玉是气昏了头想要动手 没曾想 是为了有理由 卸去苏黎的左膀右臂 想到这里 叶月笑颜如花 心中的担忧 烟消云散 你们不能抓我 我可是作人府少卿 滚开 滚 周成不断挣扎 可奈何不了禁卫君半分 只能将求救的目光 看向苏黎 丞相 丞相救我 丞相 闭嘴 苏黎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为了大局 只能咬牙喝道枉费我苦心栽培你 今日你居然敢以下犯上 辱骂天子 谁都留不住你 周成听到谁都留不住你这六个字 心如死灰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你不能 你不能 我跟了你这么久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不救我 我身上有你的秘密 老匹夫 带走 带走 苏黎气得慌乱大喊 生怕这蠢人将他的事情全部抖出来 一旁的唐玉眼睛微眯 秘密啊 我很感兴趣 突如其来的变动 令在场文五百官面露慌张 周成是何许人也 虽管之从五品 但不少一品大臣都要给他几分薄面 就因他是苏黎身边的红人 苏黎紧咬牙关 嘴角抽搐 死死盯着唐玉 不知为何今日的小皇帝与往日不同 众目睽睽之下 倘若让周成被带走 他日他在朝堂可还有立足之地 想到这里 他咬咬牙喝道 等等 唐玉笑盈盈地看着他 问道 怎么了 苏丞相难道是要为他求情 他缓缓抬手 指出禁卫军的动作 很好奇苏黎还有什么幺蛾子 今日便是他杀鸡儆猴 哪怕这鸡不好杀 他刀已然是麾下了 苏黎深深看了眼唐玉 深吸口气 笑道 陛下 微臣不过足足成相 可敢为罪人求情 只不过 周成虽观之卑微 可却是宗人府少卿 手中暗箭庞大 倘若他关押天牢 可还有人担任宗人府一职 他胸有成竹地望着唐玉 言语中是威胁之意 今日他话便放出 便无人敢继任宗人府一位 除非 除非他的小命不想要了 无人 唐玉笑了 好啊 好啊 威胁我 他漫步走到苏黎的面前 默然地看着他 好个苏丞相 朕之士沉如手足 则臣氏君如软淡 你当真是好欺负不成 大夏若大 可无人继任宗人府少卿 说着 他走进几步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你认为 大夏是姓苏不成 这话极具讽刺之意 前几日 苏黎便是指使苏贵妃 让他签下割地协议 从而名正言顺 让他下位 如果计划成功的话 那日 大夏恐怕就不再姓唐了 一语出 文武百官如遭雷击 立马跪倒在地 高声喝道 陛下 陛下可万般不敢这么说啊 陛下 陈皇恐啊 陛下 唐玉缓缓抬起手 握拳 声音止住 他一双眼光金光闪烁 傲逆万物 帝皇之气浑然天成 苏黎眼中诧意一闪而过 怎么回事 一个人万不可能短短几日 便有如此大的变化 难道 这个小皇帝以前所做的 只不过是麻痹他们的手段吗 转而代之 便换上往日的模样 陛下说笑了 只不过 没了周成 恐怕朝廷会乱 他直视容颜 大有一副针锋相对之意 二者对持 大有虎狼相争之意 如今 偌大金鸾殿 仿佛就只有唐玉和苏黎 旁人只不过是被牵了线的木偶 任由旁人摆布 地位 烫手 如今的唐玉 只不过是被架空了势力的傀儡皇帝 苏黎不惧 旁人更不惧 区区小儿都能斗过这群 在官场浮沉几十载的大臣 眼见苏黎有硬碰硬的势头 其余大臣互相对视一眼 便心中有数 臣要报 臣有事要揍 只见一个个大臣快步走了上来 跪地大声喝道 陛下 三思啊 切莫被夜月迷去了心智 中间不分 宗人府少卿是万万不可空缺 否则 朝廷将乱 那些霍乱朝纲之人如何制裁 陛下 宗人府少卿之位 需经过重重筛选 不是何人都可就认啊 金鸾殿内 响起此起彼伏的声音 看似是让唐玉三思 实则逼他做选择 为这贼人求情 唐玉气得胸口剧烈浮动 血液沸腾 好好 他大喊三声 看着这群口头万岁万万岁的众人 心中是将自己非议千遍万遍了吧 再看苏黎 已然是胸有成竹的模样 他身后有一众大臣支持 倘若唐玉执意下手 后人将如何看待他这大侠君王 夜月更是目录担忧 自小跟在唐玉身边 他最了解他的性子 胆小且懦弱 如今能撑到今日的局面 已是不易 他望向慕容云 恰好慕容云也看向他 二人不约而同点头 刚要开口之时 唐玉紧握双拳 今时今日 算是看清了朝中局势 来人 派个县县令入朝 让朕看看 今日到底是谁该死 他挥袖转身 走到龙椅坐下 眼中的怒意消散而去 情绪脸下 帝王威严不怒自威 四汉天狮子下云端 有万夫难敌之威风 传个县县令入朝 太监在殿外提着嗓子尖声喊道 各县县令 这这这 这是何意啊 文武百官不明所以 面面相去 都是一头雾水 只见 一名名身穿官服的县令 手持壮指走了进来 接着排排站至跟前 丙陛下 小人乃湖州县县县令 丙陛下 小人乃西头县县县县令 丙陛下 小人乃北陵县县县令 足足十几人 待他们念完地方名会后 这些三品 两品 一品的大臣 是彻底慌了 丞相 这这这 这是小人之前抢夺名女的地方 经绍卿手中断暗 丞相 您可要救我呀 众人彻底慌了神 走到苏黎身边 焦急求助 唐玉端坐龙位 殿下各官员小动作 尽收眼底 眼带笑意 苏黎任由官员巴拉官服 不为所动 可眼中的滔天怒火 证明了唐玉 彻底触犯到了 他的底线小皇帝 我要你死 唐玉抬手喝道 抱吧 让朕听听看 这宗人府少卿 做了多少狗屁的事情 该不该死 是 紧接着 一个个县令 按着顺序念诵状纸上的东西 大夏二年 陛下继位三年 宗人府少卿周成继任 当年三月 光天化日之下 胡州县名女失踪家人报案 经过三日后 被发现抛尸荒野 此事惊动胡州 导致人心惶惶 经宗人府少卿调查 定论自杀 大夏二年 西头县 一桩桩事件 其中不乏有当街杀人 百人遇害 可这些事都被草草结案 唐玉的拳头不自觉握紧 极致压制自己的怒火 心中悲痛油然而生 可悲 可恨 字字句句虽简短 可每个字痛入骨髓 心脏传来强烈的刺痛感 唐玉不断捏紧胸口衣上 过于用力 右手发白 脸色胀红 狠狠盯着这群人无狗样的百官 他指着这群文无百官 再也不顾天子礼数 怒喝道 他不该死 难道你该死 不不 陛下不 不关臣的事 还是你该死 陛下 臣 臣不知 臣不知 你们口中所谓得爱国爱民 都是狗屁 这就是爱国爱民 在朕继位天子之时 你们就开始草劫人命了吗 人命在你们眼中乃蝼蚁 你们算什么 你是蝼蚁 还是你是蝼蚁 你该死吧 还是你该死 唐玉仿佛疯了般 冲到殿内 揪住一个官员就问 叶月没有阻拦 慕容云也没有阻拦 面露悲痛 他们都是朝中大臣 一心为国为民 听闻此事怎能不懂 那些家人是经历多少的痛苦 不为人知 可他们知道一件事 那被捂了清白的女人 她的家人因气愤难当 苦于不能报仇 全部掉在自家的梧桐树上 她的丈夫为了寻仇 被人打费双腿 刮去双眼 成了人棍 那家人是抱着何等的心态寻死 那丈夫是经历了如何的痛苦 也要一心报官 可她知 官官相护 名利卑贱吗 唐玉的声音 如海啸般席卷金鸾殿 无人敢回应她的话 个个岌岌可危 自保还来不及 她疯了 却疯得那么令人敬仰 她贵为天子 却为民流出了眼泪 这才是真正的大夏天子 是真正为民所虑的天子啊 陛下 夜月心有不忍 秀眉微皱 轻声提醒道 唐玉擦去眼角滑过的泪水 盯着这群吃干饭的家伙道 到底是谁该死 朕要看看 还有谁替这个狗屁玩意求情 谁求情谁就死 怎么不说话了 刚刚不是还在替这个狗东西求情吗 求情啊 文武百官低头不语 就连刚刚胸有成竹的苏黎 此时也淹了 何人敢出面 昨夜途径千人 今日若敢出头 明日向上人头便挂在城门 可这场仗赢得比他想象中还要艰难 带走 他大手一挥 彻底让禁卫军将人带了下去 他站于龙椅跟前 双手赋于身后 气宇轩昂 苏丞相 宗人府少卿一职 恐怕谁上任也不是你该操心的 只是朕要问问你 他该死了吗 苏黎牙齿咬得吱吱作响 事到如今 就算他想保周成也保不住了 万般想不到 小皇帝还有此等举措 该 该死 唐玉眼露金光 大笑一声道 好 苏黎不愧是臣服官场多年的狐狸 事到如今 还能做到临危不乱 难不成 还有后手 叶月察觉到了不对 慕容云也同样 慕容云眼见事态似乎不对 出言道 陛下 臣认为 本准备提议让陛下下朝 毕竟杀鸡儆侯已有成效 不可操之过急 苏黎打断慕容云的话 等等 他笑着看向唐玉 可这笑令人猜不透是何意 暗藏深意 陛下 既然宗人府少卿空缺 微臣有极好的人选 正好郎中令 太史令 巡抚之位也空缺 倒不如一块在此时一同就义如何 不退反进 顺甘就爬 好手段 唐玉也忍不住探生好 有如此手段 应对当下局势 不愧是老狐狸 倘若是他应对此举 能想到最好的方法也是如此 架空 继续架空 郎中令掌管宫廷禁卫军 密切保护皇帝安危 太史令编写史事 编写史书 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巡抚掌握大厦各地县令 可以说是县令总头 若这个职位被掌控 百姓可能有民意所发 苏黎此举 无疑是要彻彻底底监控唐玉 并且 让那些民意无法直通龙耳 换作以前的唐玉 必定会答应下来 到那时 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民生再道 百姓困苦不堪 几名大臣很快反应过来 眼前一亮 当即复一道 臣也如此认为 周城死不足惜 可这职位不可空缺 空缺一日便有无数事物堆积 一日复一日 大下将乱 臣也有极好的人选 唐玉眼睛微眯 这是放弃了周城 改培养其他人了 的确 这位置空缺很久了 必须找个人继任 但是 唐玉陷入了两难 不应 便是他做皇帝的失职 硬下 岂不是顺了他们的美意 苏黎眼见唐玉久久不应 当即笑着询问道 陛下 他定不能退 不知小皇帝为何突然开了巧 几番招式下来 打得他措手不及 若是退了 这一战他 如何令其他人负重 唐玉气得差点没忍住 给这老狐狸一拳老东西 要是在现代 我早就揍你了 叶月此时焦急看向宫外 见宫门紧闭 没有动静 陛下 微臣有事要揍 他快步上前 报 报 三百里加急 一道焦急的声音传来 伴随马蹄声 众人愣住 下意识朝着宫门看去 只见一名探子 骑着骏马奔腾而来 汗水淋漓 他快步下马 不敢有半分犹豫 跑到唐玉面前 跪地喊道 陛下 小人将人带来了 来了 唐玉眼前一亮 不由的大笑 果然是天助我也 来了 叶月和慕容云心中一喜 陛下 小人无成来迟 陛下 见名孙红朗来迟 陛下 悲名汤正德来迟 这三人 便是郎中令无成 太史令孙红朗 巡抚汤正德 苏黎一愣 随即脸色巨变 这三人怎么在此 不是早早便被他勒令出宫 永世不得入朝 是谁放出来的 他气得看向身旁 这群废物 众人吓得连连回避目光 不是他们不愿下死守 换作以前的皇帝 根本不会将这些人请回宫 甚至听信苏贵妃谗言 对他们恨之入骨啊 苏丞相 这事便不由你操心了 陈轩 无成父郎中另一职 孙红朗父太史另一职 无成等人面露疑惑 愣神了半赏 还是在太监总管催促下 跪地谢恩 这事发生过快 众多官员还未反应过来 事就成定论 陛下 一众权臣 像是被踩了尾巴似的 高声喊道 陛下 万万不可呀 一旦激起千层浪 朝廷非议极大 喧闹无比 唐玉喊道 闭嘴 声音如同滚雷 震慑朝堂 闻五百官哑口无言 想要反对 却无从下手啊 这些的确是数一数二的清官 正因为他们不服权势 于目脑袋 才将他们送出了宫 苏黎脸黑得不能再黑 就算他巧舌如簧 如今也找不出对策 如今的唐玉 手段极其果断 招招致命 令他都有些束手无策 丞相 不可呀 不可 丞相 身旁人低语 苏黎仗的脸色通红 极其压制自己的怒火 今日一仗 他算是败了 如今再闹下去 也没有结果 哼 陛下 微臣不得不提醒您 切勿由着性子 含了大臣们的心 微臣身体抱恙 先行告辞了 说吧 他拂袖愤恨离去 连带一众大臣 也以身体抱恙的借口离开 唐玉见状 冷笑一声 跟老子斗 你还嫩了点 不过多亏有原主的英勇事迹 好让这群老匹夫 对自己放下防备 不然不可能做得如此顺利了 丞相 周成被押入天牢 到时 若是说了 不该说的该如何 皇宫官道 众官员跟随苏黎身后 面露苦涩 苏黎和唐玉相斗 苦的是他们一众大臣啊 谁也不敢出苏黎的眉头 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此时 有一名大臣走至苏黎身边 低声担忧问道 苏黎冷哼道 他敢吗 周成可是有欺世孩子 他若不为自己着想 也该为自己 欺而着想 苏黎想起唐玉在朝堂 威风凛凛的模样 便气不打一处处 眼神闪过一丝阴狠 皇帝小儿 且先让你威风一阵 接下来 我看你如何应对 他本想质问苏贵妃一事 却没曾想朝堂风云变动 只不过转瞬之间 便被唐玉化解 如今局势 各大官员副职位 自己大受挫败 可恨 金鸾殿 唐玉眼见众人散去 心中欲杰之气散去 贪坐在龙椅上面露皮胎 他揉着太阳穴 望向夜月 笑道 你干得不错 昨夜他调看周成力网处理的事情 才勉强找到漏洞 又发现几年来的官位变动 极为蹊跷 才找出郎中另几人 多亏了有夜月 形势隐蔽 不然就被那苏黎老狐狸 发现了 夜月见唐玉这般模样 那还有先前蛇战群儒的气势 不禁笑了出声 这时的皇帝 才有皇帝的模样 形势果断 智斗成相 令他心中敬佩 唐玉这才打量起郎中令等人 不由得苦笑 自己先前是怎么瞎了眼 连清官都分辨不出 郎中令好歹 也是正义品官员 却被人逼得告老还乡 如今覆巢 穿的也是衣衫褂褛 说是乡野之人 也无人会否认 唉 唐玉不禁摇头起身 望向众人 苦涩笑道 可还怪朕 郎中令众人愣了愣 眼中似有埋怨 却摇头道 臣等不怪 陛下乃天子 唉 唐玉岂能听不出 言语之中的埋怨 他可是天子 天子却护不住 爱用自己的大臣 心中愧疚万分 心中一时间五位杂臣 朕先前被人蒙蔽双眼 寒了你们的心 你们怪朕 朕能明白 如今朕幡然醒悟 看清大厦局势 想要挽回 却有心而无力 你们几人可怨辅佐朕 重振大厦辉煌 言语直白 却强有力 让无成众人惶恐万分 陛下 不可 陛下乃天子 岂能 岂能 说着说着 孙洪朗便再也难以说出后面的话 心中的苦楚 再也压抑不住 老泪纵横 他最为守规矩 心中刻着的是尊卑有分 可如今 陛下怎么能对臣道歉呢 耿叶声断断续续出现 无成与汤正德跪拜在地 不语 却能看到 他们身体轻微抖动 耿叶声随之传来 心中的委屈 在此时全部爆发出来 他们人轻言威 如何斗得过 全清朝野的苏黎 为了陛下斗 为了大下斗 斗到最后 却被陛下一道圣旨 驱逐出下 如何不委屈 本以为这辈子 将在乡野郁郁而终 不曾想 有生之年 被陛下 召见进攻 任何的间隙与不满 都在此刻烟消云散 陛下 臣 臣等愿意 臣愿意为陛下肝脑徒弟 赴汤蹈火 臣 臣愿意啊 唐玉健壮 心中更加难受 都说天子不好当 可却哪来的不好当 几句话 让这些大臣 几年来的委屈 消散而去 他们 只是需要一句道歉 唐玉语重心长道 今后 我们君臣同心 铲除乱臣贼子 夜月未尽处情 心中汹涌澎湃 震撼之情难以言表 被唐玉的雷霆手段震慑 这就是帝王的御人之术 大下有希望了 慕容云强压心中激动之情 快步上前跪地 双手捧上慕容家虎符道 陛下 此乃慕容家虎符 传道臣这已是五代 如今大下水深火热 臣愿意交出 请陛下利用此慕容虎符 号令慕容君 铲除乱臣贼子 还天下太平 慕容虎符 唐玉眼前一亮 此虎符不归属朝廷 乃慕容家单传 由此虎符 便能号令那传说中的慕容君 日后行事更为方便 你可甘心 唐玉不禁问道 由慕容君 行事的确方便 但这乃慕容家的东西 慕容云激动喝道 自然 慕容家代代之责辅佐君王 臣的便是陛下的 唐玉哈哈大笑 此话中听 由此臣 君心何不畏 慕容云听令 号令慕容君铲除乱臣 乃你首要之之 慕容云身躯一颤 陛下 居然不收 慕容虎符 可是连苏黎都眼红的存在 由此符 便能号令慕容君 慕容君只认符 不认人 慕容君的实力 就连那男蛮都要忌惮 不然苏黎不会想尽办法 让他镇守边疆 不就是为让慕容君 无法干扰他的事 可陛下非但不收 还极其信任他 令他继续掌管 臣 臣听令 慕容云更加激动了 唐玉满意地点点头 望向郎中令等人喝倒 吴成 你如今首要职责 清洗禁卫军中的奸细 太史令 巡抚 你们二人官职特殊 想要清洗奸细 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可从长计议 当务之急 调出往日就案重审 并召集可靠门生子弟 递出一份清单给朕 是 三人齐声喝倒 此事草草处理 唐玉便退下早朝 快步前往御书房 批阅奏折 脑袋一阵发痛 陛下 这三人皆是受制朝中六部 想要揪住奸细 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情 叶月秀眉紧锁 不得已出言提醒唐玉 此举必定惊动苏相 到时随便推出几个人 便可认定为奸细 六部齐齐作证 哪还有得郎中另几人 六部便是中 立 护 礼 兵 行 宫 掌管极其重要的位置 各部都有苏黎的亲信 唐玉右脚刚要迈入御书房便顿住 紧紧一顿 叹了口气 再次迈步走了进去 我怎么不知道 但这是该办还是要办 昨夜他挑灯夜读 翻阅往年各地奏折 心中已有定数 叶月想要再说些什么 看到唐玉宁锦的眉头 如梗在喉 陛下 切记保重龙体 他轻轻关上了房门 守在门口 一日 天刚露出白渡 皇宫门外众官员 身穿瑞兽降服跪倒在地 不少百姓驻足停留 熙熙攘攘议论着 这些是怎么了 怎么都跪在这里 你们快看 这身穿官服 不是当官的人吗 二牛他妈 你来看看 眼见人愈发多了起来 为首官员眼珠子一动 当即扯着嗓子哭喊道 陛下呀 陛下不可呀 陛下您前日杀了近千人 已是寒了天下人的心 如今更是将那群疏忽执手之人 重新召回宫 更是寒了群臣的心 陛下 三思啊 郎中令 太史令 巡抚之位极其重要 掌管天下之名 朝廷命脉 如此之举 是将大下陷入不义之地 陛下 切勿在听信奸人所言 陷入花柳之地 落美人之际啊 一句接着一句的陛下 此起彼伏 响彻整座大下城 言语中的悲痛之意 直达天听 震耳欲聋 老臣们哭天抹泪 话里话外 都是求陛下回头试案 百姓们就算没读过书 也听出了怎么回事 一时间争议极大 其中不乏托地加入 这陛下杀了这么多人 居然还请没用的人 重新担任职务 那巡抚是多么重要的职位啊 今后百姓可还有民权吗 这陛下狗屁不是 不如别当了 几句话瞬间煽动群愤 百姓本就对这大下皇帝颇为不满 如今听到他做的荒唐事 更为愤怒 这狗屁皇帝 难瞒不除 不想着为百姓着想 还静下折腾 要这皇帝有啥用啊 我看皇帝谁都可以当 你们看看 如今这座城到处都是流民 我们吃不饱穿不暖 皇帝能不能为我们这些百姓着想 怨声载道 大下贪官四起 官官相护 百姓哪有分辨是非的眼睛 只认准一句话 这一切都是皇帝所致 皇帝沉迷美色 行走于花柳之地 乃是人人皆知之事 昏庸无比 百姓早有抗议之声 眼见声势浩大 为首跪拜的几名官员 计谋得逞 心中愈发得意 狗皇帝 我看你如何应对 他们看似求唐玉回头是岸 实则将他落入民怨之中 招搞他的恶行 他日 必定传遍天下 他这皇帝如何当 这不是公布侍郎 今日这么有空来这里了 一道声音打破了嘈杂 只见唐玉似笑非笑地 从宫门走了出来 看起来心情不错 百姓眼见唐玉身穿龙袍 当即收声 有些心虚的低下头 不敢开口 就算皇帝再如何昏庸 杀他们绰绰有余 公布侍郎眼见被认出 惊慌失措 想要说些什么 可这喉咙像是被大手扼住 硬是说不出来 唐玉左右侧 站着叶月和慕容云 三人齐齐盯着公布侍郎 一个眼神就足以吓得他 说不出来话 继续啊 怎么不继续了 唐玉笑着问道 他早就料到 几人会有这一出 名正言顺 闹得天下众之 让他下不来台 只是啊 这未免太早了 只好顶着困义出来了 陛下 我何罪之友 公布侍郎背后有苏黎撑腰 耿着脖子问道 何罪 唐玉笑着摇摇头 朕说你何罪了吗 继续说啊 公布侍郎猛逼了 他看唐玉身后一众慕容君 下意识认为是来问法他的 没有 那就好办了 公布侍郎冷笑一声 拂袖高声道 陛下 臣等召集诸位大臣 其力请求陛下收回旨意 否则 否则什么 唐玉挑了挑眉 你很不满啊 紧这一眼 公布侍郎感到头皮发麻 下意识眼神闪烁 目光一寸一寸挪开 如今的唐玉身上的帝王之气 实属震慑人心 唐玉表情淡漠 淡淡道 既然不满 倒不如别干了如何 什么 紧一语 众官震惊 这是要当众撤自己的职 这小皇帝疯了 百姓如何服众 他是要干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出现在脑海中 公布侍郎不说万人敬仰 却也是不小的官 何曾受到过如此的待遇 他心中的怒火生腾而起 脸色胀红 额头青筋抱起 就算贵为天子 也不能如此无缘无故 撤了老夫的职 如何让百姓服众 百姓其其合议 是啊 是啊 唐玉笑一退去 随即面露肃然道 朕就好好问问你 你们几人身为朝中六部 不上朝 不处理政事 在此扰乱秩序 可还将大家放在眼中 你们可有六部之样 善离职守 不为民所虑 既然如此不满 倒不如告老还乡 随即 他指向人群中 一名穷困书生 你便是苏焕吧 朕记得 今年科举你考的头筹 却无入朝为官 是否 人群中的苏焕愣在原地 随即气愤上前道 自然 便是你这皇帝亲自下旨 撤去了我的职位 饶是皇帝又如何 闻人风骨不可折 话还未说完 唐玉便出声打断道 今 朕再次赴你职位 重新调令 任命你从三品公布侍郎 可接职 什么 众人惊骇 尤其是苏焕 更是想不到 这皇帝不将他发落天牢 却是认自己 为从三品大官 这是怎么回事 叶月不经笑出声 唐玉虽然外表放荡不羁 时而胡闹 可这奇招却能不变因万变 既然要闹 如此当众撤了官 虽然唐突却不实为计策 既不满 为何为官 尤其是公布侍郎 脑袋嗡的一声 彻底傻眼了 你你你 你这样不合规矩 唐玉眉头微皱 沉声喝道 我乃天子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一众官员如何能忍 当即抗议道 陛下 公布侍郎占据极高的地位 如此行为 可是将公布陷入混乱之中 没有人比公布侍郎 更了解这个职位 做得更加顺手 陛下 此举臣等不服 将臣都一一换去 这六部可就无人 到那时 朝廷将陷入一片混乱 众臣被逼得苟急跳墙 若不反抗 下一个撤职的便是自己 直接搬出了六部 大有一副集体撤职的架势 唐玉冷笑一声 朝廷六部狼狈为奸 想要集体撤职 是看朕无人可用了是吗 好 那朕就问问这天下百姓 历代科举 取得头筹之人 皆是穷困人家 挑灯苦毒数十载 只为一举得名入朝为官 光宗耀祖 可对 百姓面面相去 愣在原地 这话说得不错 这是所有百姓所望 可是 就因为皇帝 听姓谗言 如今文人可知半毛钱 如今那穷困书生 可有出头之日 事是唐玉所作 话也是唐玉所作 对 对啊 有一名百姓 磕磕绊绊说了句 唐玉拂袖 义正词言道 你们可觉得自己 有半点低于眼前权贵 低 没有 苏焕第一个开口喊道 眼中尽是不服 他苦读圣贤之书 突破一众权贵 取得头筹 就是他最好的证明 好 唐玉眼中尽是欣赏之意 此人不错 他早就特别关注今年科举 更是对苏焕颇为耳闻 取得头筹不错 今年科举 更是写了一篇 关于水利建设的命题 比这吃白饭的公布侍郎 好上万倍 虽说资历尚浅 却贵在是有才之人 但任公布侍郎 绰绰有余 震惊后 不会再让你们含心 有句话说得好 取之于名 用之于名 大夏的一切皆是因为大夏的百姓 震如今要废去权贵席位之职 震将任用各科举 取得头筹学子 不论出身 十年寒窗苦读 他日便是出头之日 天下学子再也不用为无斗米折腰 为权贵屈服 大夏将在震的一步一步下 走向太平 震 令你们含心了呀 这一字 唐玉咬的急重 随即退后一步 对着这群百姓 深深居了一躬 天子之败 众百姓陷入深深震惊之中 眼眶热泪 不知何时落下 见天子之败 惶恐之下 齐齐跪倒在地 陛下 陛下 我只是乡野之人 不值陛下这么做呀 陛下 哭声此起彼伏传来 陛下真的是变了吗 历代来 哪一任皇帝能做到如此地步 不 你们值得震这一拜 震对不起大夏 对不起大夏的百姓 请你们相信震 如今大夏百姓 皆有出头之日 震许诺 不出十年 学子将布满天下 我大夏必定人才积极 百姓不再吃不饱 穿不暖 唐玉的眼神坚毅 随后一字一句道 朕 不搁地 不赔款 不合亲 不纳贡 从今以后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百姓眼眶被泪水模糊 下意识念诵这一句话 眼神充满向往 我们的陛下真的变了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这句话 就算是太上皇在世 都不敢有如此豪言壮志 唐玉举手投足间 都在流入浑然天成的帝王霸气 让百姓打从心里沉浮 难以抗拒 他们心中莫名生出信念感 他们相信 相信陛下一定可以做到 天子变了 大夏变了呀 大夏 大夏终于变了 崇拜声 激动声 响彻天地 朝廷六部彻底傻眼了 局势翻转 如今的唐玉坐拥名声 坐拥朝拜 他们的声音如同水滴 落入滔滔江水 没有半点作用 这这这 快去禀告苏丞相 宣旨 唐玉一声令下 唐正德手拿圣旨走了出来 高声宣读道 封石磊为户部尚书 封 念诵足足三分钟有余 这些名字 皆不是权贵之姓 都是科举榜上有名的书生 唐玉以奉命 让人前往其家乡 进朝为官 这一下 可以说是将六部 所有苏丽的亲信 全部剥离开 这一下 大刀阔斧 直接斩去毒瘤 与其留着毒瘤 祸害朝廷 倒不如全部除去 来得大换血 这就是唐玉所义 他一早就收到了 六部出门的消息 用屁股想也知道是来找事 正好汤正德 已列出门徒子弟的名讳 查阅一番 皆是不错的人才 那便通通换上 这一下封关 跟撒芝麻绿豆一样 点势成兵 令人瞠目结舌 如此随便 如此不合规矩 可想到唐玉所说 他的规矩就是规矩 令所有人不知 作何对策 唐玉目光阴冷 威胁道 你们给朕记住了 大下不缺你们任何一个人 至于你们 最好给朕逃的远远点 但凡让我发现 你们有任何的动作 那便是杀无赦 公布侍郎勃然大怒 声音拔高几分 私声吼道 你这个暴君 昏君 唐玉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如同看着一个傻子 朕就是暴君如何 这大下是我的天下 朕杀你 何人敢议论朕 这简直就是地痞流氓 不讲半点道理 你 你 你 唐玉懒得听公布侍郎结巴 大手一挥 命慕容云将众人身上官服吞去 直接赶出大下 苏晃红着眼眶 声音发颤道 小人皆知 小人多谢 多谢陛下 说到最后 强烈的哭声传来 谁说男人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娘 娘你看到了吗 孩子 孩子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呀 娘 你再也不用为孩子担忧了呀 娘 娘 唐玉眉头微皱 转身 不忍看到这一幕 沉声道 为大侠效力吧 你娘在天有灵会看到的 公民对这个时代的人太重要了 贫困书生想要读书难如登天 就连书也掌握在权贵手中 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万分努力 考得头筹 可考得头筹后 却不为朝廷所用 学子如何不愤恨 他们愤恨皇帝 是愤恨他 侮辱了自己十几载的努力 只是一道圣旨 一句话 随随便便践踏他人 唐玉听着耳后 苏缓悲凉的声音 轻叹口气 走吧 朝廷六部 虽说苏黎的奸细不少 但掌控六部重要位置职业就一两位 如今通通换了去 算是了解他心头大事 唐玉简单用过午膳 便马不停蹄 来到了御书房处理奏折 刚一进屋 他是彻底傻在原地 指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奏折 愣愣问道 这些都是正处理完的 还是没有 夜月埋怨地看了眼唐玉 应声道 陛下 往年忙于玩乐 荒废朝政 如今这些奏折 只不过是几月来堆积下来的 以往堆积的奏折 已被下人找一空屋放置 卧槽 唐玉瞳孔猛然圆争 嘴角抽搐 原来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 只见龙岸上奏折堆积成山 还有不少放置地面 不大的御书房 被摆得满满当当 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唐玉跌手跌脚 走进自己龙椅 生怕碰到这些奏折 以至于还要重新整理 好不容易坐了下来 感觉身体的精神力 瞬间被抽空了一样 夜月见唐玉如此懒散 翘脸露出不满 出言提醒道 陛下 先前还和我约法三章 秦政可还记得 唐玉尴尴尬一笑 没曾想自己的想法 被夜月察觉了去 当即缩了缩脑袋解释道 自然 自然 不愧知我心者 来我老婆 陛下 可还记得那南蛮 算算日子 南蛮使者将至武后至大下 慕容云脸色愁容 几番欲言又止 终于是将话说了出来 南蛮割地协议出后 未等大下有所应对 便不断骚扰边境 正好慕容云镇守边疆 几次南蛮的进攻 都是被他挡了下来 眼见讨不得好 便命南蛮使者前来 让昏庸小皇帝速速 签下割地协议 唐玉眉头微皱 忽然一段记忆涌上心头 的确是如此 他暗暗握紧拳头 脸色沉下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南蛮 割地协议不过几日 其中还有苏黎的手笔 想来是为了利用这一点 令他下位 但 如此卖国之人 能为大下带来什么 好 慕容统领听令 大摆宴席 到时他有精力 对付这群老家伙 慕容云迟一半上 还是硬道 是 待人都散去 唐玉埋头批阅往年奏折 其中不乏关于各地税收 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因为过于突然 朝廷六部新上任上书 都为了宴席 开始操办了起来 宝盒店 特意招待外来客人的宴廷 极具观赏和礼仪性 可以展现大下国风 内外延均为金龙和喜彩画 添花为利粉贴金正面龙 壁画会有九条金龙 其殿内有五根龙柱支撑大殿 寓意着九五之尊 大臣们端坐左侧 右侧便是供南蛮使者 以及随行所带之人入座 唐玉双手称息 环视众人 眉眼冷傲姑亲 却又盛气逼人 截然独立间 散发的是傲视天地的强势 南蛮使者率先走了出来 带领一众侍从丹西跪地 右手放至胸前 拜见大下天子 唐玉伸手 事宜入座 入座吧 他打量起这名不经传的南蛮使者 名为布拉夫 据他了解南蛮得力将领中 未有其人 难不成这次南蛮就派了个简单的人物来 唐玉心中富匪 这也太看不起我大下了吧 他不由得将目光投向叶月 叶月也是摇摇头 事宜不知道此人 宴会开始 朝廷百官各怀鬼胎 如今六部换人 已经换上了不少新面孔 不少离大下主城镜的人 便半日就职 其余人还在路上 关于苏黎一派党羽来得少之又少 苏黎就未出面 显然是要撇清自己和南蛮的关系 唐玉想到这样 拿起酒杯 细细品了一口 醉嗡之亦不在酒 酒过三巡 呵呵 大下的菜果然是不错呀 比我那南蛮好上诸多 南蛮使者一连莽态 几杯酒下肚便开始嚷嚷起来 饮得不少人眉目紧皱 实在是过于粗鲁了 他借着酒精兜兜转转地走了出来 如醉如梦道 陛下 既然我酒已经下肚 那么该说说大下和南蛮的事了吧 唐玉笑了笑 故作自然道 自然 南蛮使者哈哈大笑 拍爬胸脯道 大下天子不愧是爽快人 我不拉夫敬佩 既然如此 我敢问陛下 割地协议也是大下起草文书 送至我南蛮 在双方商议之下 所签订的协议 可为何过去足足半月有余 还未对我们南蛮一个交代 难道陛下是认为 南蛮山高地远 便奈何不了大下 便想耍赖不成 南蛮使者言语之犀利 若不是脸上红韵 面露醉胎 谁敢相信 他喝多了他 本就是为了为难 昏庸小皇帝而来 当下 更是抓到了点 便开始为难 他算准唐玉清楚 大下边界常年被扰一事 必定拿自己没有办法 就算下旨派人镇守边疆 可能守一辈子 总有百姓会死在南蛮剑下 不是长久之计 唐玉清冷的目光一灵 冷哼道 南蛮使者好大的口气 恐怕此番前来 是别有目的吧 那文书起草 可该有朕的龙喜啊 龙喜 南蛮使者正住 可从未听过什么龙喜 苏黎更是没有说 只是拿着协议 告诉自己是成了 眼见南蛮使者这般模样 唐玉不由的一笑 真是蠢到家了 就算苏黎全清朝野 想要拿到他的龙喜 可是难如登天 如果他算的没错 他若迷失在苏贵妃的美色上 龙喜可就盖下 那时才是真的无力回天 南蛮使者当下慌乱起来 情急之下 就连话也说不清楚 这这这 何为龙喜 皇帝小儿 可是要当朝赖账 赖账 可笑 我们陛下岂会赖账 南蛮也夫 我们大下的规矩 便是印下龙喜才有成效 如今没有龙喜 所有的协议 不过是一张草纸 只能说商议未成 忽然 一道声音传来 众人朝着声音方向望去 只见一名官员坐在角落 手拿酒壶 昏昏沉沉 他胡子拉叉 身体消瘦 像是常年饮酒 亏空了身体 官服松松垮垮 哪还有半点围观之样 唐玉眼前一亮 嘴角渐渐扬起笑意 此人 不错啊 应对这南蛮无赖 也是别有招数 南蛮使者恶狠狠盯着说话的人 趾高气昂训斥道 你 你是何人 我与陛下讲话 可是与你讲话了 你有半点理数 陛下 他转身行礼 示意陛下 唐玉低头不语 只是拿起自己的酒杯 美滋滋开始品尝起来 这一幕看待众人 不得不说 陛下自从变了之后 身上多了几分流氓和赖气 整个饱和店 可是有不少人看着 那南蛮使者 明显要唐玉出头 若是出头 那不是折了大下的面子 若是不出头 便是破坏和南蛮的关系 到时候 若引来大战可不好 结果倒好 唐玉直接装作没听到 这酒不错啊 朕有些乏了 小气片刻 角落出的官员 非但没有退缩 反而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 手拿酒壶 衣上松垮 令人不忍直视 可他非但没有顾忌 更有一副不死不休的模样 冲到了使者跟前 撅着嘴不满道 南蛮使者 你同我说话便是说话 问我们陛下为何 南蛮使者眼见唐玉不搭枪 任由那人虎脚蛮缠 当即怒上心头 眼神脸下 陛下 可别忘了大下和南蛮的关系 况且 南蛮虽土地不如大下肥沃 可是盛产真寿 若没有南蛮的进攻 大下边疆子民可还活得下去 南蛮使者几乎是咬着牙说出 紧接着 更别忘了 南蛮虽不如大下 可我们南蛮不是怕死的主 陛下若是想赖账 我南蛮不惜和大下出手 也要斗个鱼死网破 大胆 南蛮使者好大的胆子 敢和我们大下宣战 不少新上任的官员 拍案而起 怒不可遏 实在是太猖狂了 真当大下无人 区区南蛮 不过是几个部落合并成的小城 居然敢和大下宣战 谁给他们的勇气 唐玉眼神阴玉更添几分 看向那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罪态官员 布宇 他想看看 这人还能说些什么 至于宣战 唐玉想到这里 轻蔑一笑 无非是拿捏着大下 如今兵力不全 但凡经历一战战役 就要大批的粮草和兵力 极其消耗 到时 很容易被其他人盯上 瓜分了地盘 哈哈哈哈 罪态官员捧腹大笑 指着南蛮使者 眼泪都笑了出来 南蛮使者气得脸色涨红 无端怒火却生疼而起 你你你 你笑什么 罪态官员连连摆手 好不容易指出笑意说道 的确啊 说直接点 大下不过是强弩之末 可你有听过大下的一句话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是没想到区区南蛮 居然还有这样的口气 可笑可笑 是你南蛮客还没看清局势 还是你就是个猛夫 罪态官员拿起酒壶畅饮一口 笑着摇头 你南蛮不过是善于骑射的部落 连连部落不合的消息 都算不上是秘密 攻打我们大下 无非就是伤兵败粮 虽说我大下兵力不全 可你觉得粮草消耗 你南蛮耗得过我们 恐怕还没耗过我们 变成了其他部落板上鱼肉了吧 此言一语 众官员大为震惊 随即面露羞愧 对啊 南蛮的确是如此情况 但谁都无法想到这个点 大下存储的是粮草 南蛮存储的是肉 消耗极大 不易储备 路上跋山涉水 必然损耗一半有余啊 唐玉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暗暗将此人记下 良才 虽说了解不全 可还能凭借这点 看出利弊 不错 好了 退下吧 南蛮使者远道而来 可不能伤了李硕 他挥手制止这场闹剧 可明眼人都看出来 好处都让陛下站了去 南蛮使者牙齿咬得滋滋作响 眼中的怒火 更像是要喷涌而出班 死死盯着唐玉 陛下 也就是说 你选择开战士吗 大殿内气氛沉重压抑 一副强烈的火药味弥漫开来 这句话 传入众官员耳中 皆是心头一颤 不敢看向陛下 却期待他的答案 过了半场 唐玉笑了笑 副手起身 走到南蛮使者的跟前 浅浅叹息到南蛮使者 该听的都听了去 若是开战 朕不怕 大下更不怕 华落 众人齐刷刷看向陛下 身上汗毛瞬间炸起 陛下 变了 紧紧站在那浑然气质流露而出 紧紧一眼 令人不寒而栗 战 对 就是战 此话震龙发聩 闻者心中心潮澎湃 激进颤抖的身躯 激动之情难易于言表 好好好 南蛮使者气得脸色发紫 两手打战 皇帝小儿 我今日便回去禀告我 南蛮可汗 你觉得你回得去吗 南蛮使者文言 哈哈大笑 你以为可汗派我来是为何 便是让我为南蛮付出 今日我若死在这里 半月后 南蛮未收到我的手信 便会出兵攻打边疆 我南蛮存在一日 便与大下不死不休 大下百姓无安生之日 大下更不可能 轮到唐玉笑了 紧接着 他说出了令所有人都也想不到的话 恐怕苏丞相没和你说明白吧 朕已下令征兵 兵部尚书 兵部尚书快步走了上前 行了一礼道 臣在 唐玉盯着南蛮使者表情的变化 笑着问道 有多少人了 启禀陛下 臣已通令各县贴发昭告 不过半日 据统计足足十万人有余 此人便是刚上任的兵部尚书 也是去年科举的人才 处理事情的效率比那些老油条 强上百倍 十万 慕容云惊呼出声 下意识将目光投向唐玉一脸疑惑 征兵之事 他怎无耳闻 夜月美眸满是诧异 被这十万人的数字彻底惊到了 要知 如今大夏可用之兵 不过区区几十万 可征兵就征来了十万人 意味着什么 等于是征来了大夏五分之一的兵力 打南蛮的确绰绰有余 南蛮使者正在原地 就像个木头似的 面色瞬间变得苍白 所以 你觉得你回不回去重要吗 南蛮 朕早晚都要打 唐玉很满意南蛮使者的表情 心中极为畅快 真以为 能占自己头上了 若不是他几年来荒废朝政 让苏黎取得几分好处 否则 他早就人头落地 如今 南蛮之地 还想来欺他 怎么可能 征兵之事 也在他计划内进行 毕竟大夏流民诸多 只要放出当兵 吃穿住行包馆 便有不少人报名 勒令各县进行 虽说一些消息还未送达 但一传十 十传百 来的人自然是络绎不绝 据他了解 南蛮不过二十万人 可大夏加上这十万人 足足五十万人 人数差距极大 实力悬殊 数量碾压 加上唐玉脑中的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 想要震慑南蛮 将他们彻底歼灭 不在话下 南蛮使者 是彻底失了神 下一秒 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事情远远出乎了他的意料 唐玉大笑拂袖道 来人 南蛮使者面色苍白 四肢无力 带下去吧 随即转身离去 留下其余众人继续用膳 皇宫扬长小道 唐玉特意令慕容云 守在十米开外的地方 远远跟着 只留下叶月和苏焕伴于身边 他心情大好 不由地感叹道 宫内的风景果然不错啊 说话的同时 远处几名宫女躲在拐外 探头窥视龙年 脸犯红韵 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 陛下果然英俊潇洒 那些太监说 陛下昏庸 我看不是 今日在饱和殿 可真是妙语连珠呀 听说陛下还为纳浅 若我要是能成答应 我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陛下如此英俊 你想都别想 二人的议论 正巧被唐玉收入耳中 听得他心情大好 虽说原本没有继承到 他十分之一的俊俏容颜 但却也生得不赖 要是不傻不魂 说不定能被记入 立策落个美人皇帝的名讳啊 叶月眉头微皱 狠狠寡了眼两名 胆敢议论陛下的宫女 两名宫女只能善善收声 嗨嗨 叶月说说而已 不用当真 不过 朕可就只有苏贵妃 的确是少了 唐玉对上叶月杀人般的眼神 咳嗽一声 这 我好歹也是要生儿育女的吧 陛下 你才答应过我 不许玩物丧志 叶月丝毫不松懈 做好一副要日夜 跟在唐玉身边的准备 绝对不能让 好不容易生起的希望 再次磨灭 唐玉翻了个白眼 心中苦不堪言 他可是个男人 让他忍 如何忍 不过 苏焕 先前在朝廷那人 看起来与你年纪相仿 二十出头 你可认识 他对朝廷之人极其在意 虽然是有些不守规矩 没有半点官员模样 可是好在言辞犀利 大有唐代未争之犯 若有此人在身边 如投若利剑 可时时自免 就算唐玉是现代人穿越而来 他也清楚 地位的诱惑 久而久之 也容易被一些事物蒙蔽 极其希望一个没有任何后台 说话敢言的忠心之辈 苏焕面露难色 试探问道 陛下可是起了招揽之意 不瞒陛下 那人名为苏启 陈斗胆 苏启就好似那毛策旁的石头 脾气又稠又硬 虽说有几分墨水雀 他将与苏启同窗之事道出 当年和苏启一同取得头筹 苏启得到权贵赏识 敬朝为官 可他人古怪得很 不图名利 结果导致苏里等党羽的排斥 最后落得如此模样 整日饮酒作乐 出入烟花柳相 说直白点 并不是当官的料子 但却凶有大财 唐玉微微一笑 无法苟同 至少 从先前那一幕可以看出 此人如此荒废度日 显然是不满如今大夏局势 他的心还是向着大夏 朕就喜欢驯服猎马 更别说这是刺头 你速速安排一下 朕过几日 也去见识见识那烟花柳相 说着他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可是极好的机会 是 苏患应声告退 眼间四下无人 唐玉转身看向叶月 他小脸早就气得战红 却不能反驳 嘿嘿 老婆你不会生气吧 我这可不是玩物丧志 我是 为了办公室 这番哪还有帝王的模样 活脱脱一个无赖 不过 他一想到左拥右抱 美女入怀 一口一个公子 便心潮涌动啊 这可是男人的天堂 唐玉向慕容云 抛去一个男人才懂得眼神 事一过几日就带他去 慕容云虎去一颤 连忙低下头来 年事已高 经不起折腾啊 与此同时 深夜 偌大的皇宫寂静无比 一名身穿黑衣的人出现 躲过巡视侍卫 朝着皇宫最深处的天牢而去 黑衣人顺着密道长驱而入 一眼便看到身穿囚服 端坐在地的苏贵妃 几月囚静下来 非但未显狼狈 反倒增添几分光彩 苏贵妃猛地睁开双眸 朝着来人看去 目光冷下道 外面处理得怎么样了 黑衣人跪地扯下面罩 脸上有一条细长的刀疤 触目惊心 恭敬道 一一都灭了口 小姐 老爷特地命我带你出去 如今小皇帝不知为何 赚了信 大刀阔斧除去老爷不少轻信 小人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进来这天牢 黑衣人低着头 不敢指示苏贵妃容貌 心中对小姐的毒辣 早已耳闻 曾经 一名下人冒犯小姐 被当众扒了皮 流血而亡 苏贵妃的眼中 闪过一丝怨毒 她对唐玉恨之入骨 尤其是那叶月 就算在牢中 牢外的消息 她也极其灵通 本宫堂堂贵妃 如今却要像丧家知犬一般 狗皇帝 叶月 我要你们死 在唐玉轰轰烈烈的行动的时候 丞相府上下 终于有些坐不住了 刑部尚书林泽一干人 都聚在丞相府上 只等着苏丞相 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尤其是林泽 前几日 他是与周承一起向天子发难的 如今眼见天子渐渐夺回权柄 他心内比其他人更焦急万分 丞相大人 听说 今日在宴会上 陛下疯了 不仅撕毁了与南蛮的合约 还要倾国之力 如今的皇帝 相比往日怯懦的皇帝 可不是疯了吗 这几日唐玉所作所为 苏黎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因此 他心里比其他人更清楚 皇帝是真的打算 和他于死网破了 如今的皇帝 已经不做任何掩饰 近乎无赖的 在用皇权侵蚀他几十年来 好不容易建立的一切丞相大人 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不能再任由陛下 继续胡作非为下去了 丞相大人 江山威矣 看着这群大臣 一副妇如丧考彼的模样 听着一句句抱怨 苏黎休养再好 也忍不住冒出了一股无名火 他猛拍了一下桌子 怒喝道 够了 他这一声着实突然 顿时将众人吓得一缩脖子 闭上了嘴 苏黎回过神来 深吸一口气道 我们都是忠臣 一心为了江山设计 天下百姓 陛下不过一时被人蒙蔽了 我想陛下很快就会醒悟过来的 顿了顿 他阴沉着脸继续道 如果他不醒悟 我自有法子让他醒悟 你们都先回去吧 众人得了这么一句 不清楚不明确的保证 虽不太满意 却也只能信心离开 待群臣离开 苏黎眼珠转了转 对身旁奴仆道 换叶叉来 须于一名身穿黑衣 周身凌厉的壮汉走了进来 叶叉拜见丞相 不知有何吩咐 苏黎撵着下巴上一撮胡须 道 宫内牢房里 还有你的人吧 这些天仙受苦了 你带他离开大厦 去南蛮 仙是苏贵妃的小字 叶叉听了一领 犹豫道 万一贵妃不愿意 苏黎眼睛微眯 道 你只告诉他 那帮蛮子要被唐玉小儿吓住了 如果南蛮不敢用兵 苏家凶多吉少 她是我的女儿 知道该怎么做 叶叉这才应声退下 入夜 唐玉揉着酸痛的胳膊 放下猪笔 抱怨道 不知下面这些官员 都是干什么吃的 有些官员的奏书 实在不成样子 一在门手的叶月回过头来 微微一笑 道 今日陛下辛苦了 对于今日唐玉的勤奋 夜月倍感欣慰 唐玉看着夜月 屋外的月光如一层薄雾 笼罩着她恶弄的身姿 像是为她披上了一件沙衣 加上那回眸欣慰的温柔一笑 我大概看见仙女了 唐玉不自觉地说道 她声音不大 可夜月武功高强 听力卓绝 自是将她的每个字都听清楚了 再看唐玉这副痴迷的模样 她不禁翘脸一红 扭过脸去 唐玉一见大喜 在她的记忆里 过去只要她对夜月 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男女之情 夜月就会冷着脸呵斥她 可现在却害羞了 有谢 有谢 唐玉在心里激动地喊道 她可不满足于 只得到夜月的肉身 明日起我照例闭关修炼三日 这期间慕容统领会替我护卫陛下 如非必要 请陛下不要任意走动离开皇宫 说完这句话 夜月行了一礼 便纵身几步离开了路上 夜月感觉自己耳朵根都有些发烫了 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她有些心慌 唐玉看着夜月落荒而逃 心里大势得意 高喊了一声 锦遵娘娘一指 远处的夜月听到这句话 不由催了一口 逃得更快了 可惜太晚了 不然倒可以去青楼 去会一会那个狂人 唐玉及时地纠正了自己的话 一旁的冯公公自是明白皇帝心思 笑道 陛下 后宫中的几位节鱼贵人 自入宫以来就一直没有侍奉陛下 该去看看了 唐玉闻言故作奇怪道 唉 都是被那妖妃蒙蔽了 倒是冷落了他们 要好好补偿补偿才是 冯公公忙附和了几句 唐玉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来到了后宫 一边走唐玉 一边在脑海里检阅这些美人 同时又庆幸地想 多亏了那个妖妃啊 生怕后宫妃子 先她诞下皇子 所以 整日缠着皇帝 不让她沾染其他妃嫔 所以这些新入宫的妃嫔们 都是完毕之身 如今可都便宜自己了 陛下要去哪一位娘娘宫中 唐玉笑道 蓝结瑜 说着 唐玉脑海里浮现出蓝结瑜的身影来 娇好的面容 细细的腰肢 虽比不上叶月和苏贵妃这等角色美人 可也称得上我剑油帘了 就在唐玉为大下国未来努力奋斗的时候 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走进了关押苏贵妃的牢房 怎么这么久 苏仙一见叶叉便抱怨道 叶叉一边开锁 一边道 让贵妃受苦了 哼 唐玉和叶月在哪 没死吧 苏贵妃以为父亲已经完全控制了朝廷 叶叉开锁的手一顿 回道 贵妃还是随奴出去吧 苏贵妃一听 觉得不对 急问道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叶叉经不住苏贵妃再三追问 只得将唐玉和苏黎这几日做的事和盘托出 苏贵妃听了 犹如头顶劈了一道惊雷 不可能 父亲经营数十年 怎么会 怎么会让一个小儿爬到头上 我不信 你带我去见父亲 叶叉恭敬回道 丞相有令 让奴户送贵妃去南蛮 南蛮 苏贵妃双目远睁 怒道 你说南蛮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他银牙紧咬 恨恨地道 父亲卖一次女儿不够 还要再卖一次吗 原来过去南蛮王曾慕名 向苏仙求过亲 那时的苏仙眼高于顶 一心要成为手握权柄护风患女的人物 哪里看得上蛮足 贵妃 叶叉不知该如何安慰眼前的妖艳女子 不用劝我 我知道其中厉害 可是我不甘心 叶叉帮我做一件事 我就乖乖给你去南蛮 我要报仇 我要那个自诩高级的贱人付出代价 贵妃想要我怎么做 富尔过来 叶叉听了苏贵妃的计划后 并没有立刻答应 犹豫道 事情闹大了的话 苏贵妃见她有反悔之意 急得跺脚 恨恨地道 叶叉 你不听我的话 说到这里 苏贵妃脸色一变摸了摸头发 露出一个笑来 两手抓住叶叉粗利的手 哑声道 叶叉 你自小就在相府上 如我兄长一般 你不会看着我被人这么欺负的吧 叶叉一见苏贵妃露出这副模样 再难把持得住 脱口出 道 叶叉一切都听小姐吩咐 苏贵妃听她称呼自己为小姐 而不是贵妃 会心一笑 道 那我就在这里 等着你明月的好消息了 叶叉走后 苏贵妃带着厌恶的神情 将刚刚握过叶叉手的两只手 在衣服上用力搓了搓 口中自言自语道 哼 如今不只是蛮足 就连一个低贱的奴才 也敢给予我了 唐于叶叶 这一切都是败 你们这对狗男女所赐 不报此仇 我苏贤而网为人 望月宫在皇宫里 是一处特殊的存在 事故皇太后专门为叶叶准备的 平日里并不许太监或宫女靠近 皎洁的月光透过雕花窗棱 照在室内打坐的叶叶身上 将她映衬得无比圣洁 唉 我这是怎么了 叶叶再次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不远处 冒着青烟的焚香 她已经多年不用焚香助力 就能够轻松打坐入定了 可是今晚不知怎么了 总是没法静下心来 咚咚咚 外面响起了更声 叶已经深了 陛下 您好勇猛啊 拦截鱼的嫩白小手 似有一似无意的 在唐玉胸口处滑动着 唐玉嘿嘿一笑 道 冷落了爱妃这么久 不出些力补偿怎么行 拦截鱼翘连往唐玉怀里 缩了缩 修道 陛下 唐玉哈哈一笑 甚是高兴 陛下 奴家有句话 不知该不该问 爱妃问便是了 拦截鱼美眸微转 试探着问道 听说 听说苏贵妃行刺陛下 不知 不知陛下打算怎么处置她 她之所以这么问 时是知道苏贵妃过去 在后宫的作风 自己今日得了天子宠幸固然可喜 可也得了一道催命符 若苏贵妃东山再起 那么得天子灵性的自己 恐怕就命不久已了 唐玉自然知道她的心思 安慰道 她 爱妃放心 她今后再不能在后宫作威作福了 拦截鱼听了 眼睛一亮 喜道 当真 正是天子 一言九鼎 自然当真 拦截鱼一把扑在唐玉身上 笑道 奴家再伺候伺候陛下 拦截鱼心想 好不容易的一次机会 她一定要把握住 要是能第一个怀下隆重 今后就再也不怕什么苏贵妃了 唐玉乐得享受 两人胡天胡地相遇枕戒壶床上 不知东方知几百 一日 唐玉揉着老腰离开了拦截鱼处 心想 第一次算是魄力 今后要截这些才行 不然小命难长久 冯公公上前禀道 陛下 慕容统领来了 在殿外候着呢 苏焕石雷等诸位陈公 已经在偏殿等着陛下了 唐玉脸一抽 瞬间理解了那些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皇帝们 朝廷刚有起色 自己这回是绝不容许松懈的 走吧 去偏殿 冯公公原本以为 经过昨晚一夜辛苦 加上今日夜月不在 皇帝怎么都会偷个懒 没想到 皇帝竟真的洗心革面了 想到这里 他不免为唐玉心疼起来了 道 陛下 日头还早 不如歇息片刻 再去一时不迟 唐玉白手道 不必了 走出殿外 正见慕容云迎上来行礼 唐玉便问道 这几日丞相府有什么动静 自与苏黎决裂之后 唐玉便命慕容云将整个乡府盯紧了 慕容云恭敬回道 这几日都有不少官员 每日到丞相府里聚会 一直到天黑才离开 名字都记下了 慕容云回道 都记下了 哼 这般人直到今日 还不知道该抱谁的大腿 一把年纪 真是活到狗身上了 两人一路到了偏殿 唐玉没有见到夜月的身影 道有些不习惯 对冯公公道 命运膳房被些夜姑娘爱吃地送过去 冯公公笑道 是 奴这就去安排 慕容云等臣听了这话 却是面露微笑 他们这些人 最怕自家天子 忽然脑袋不清醒 再被那妖妃迷住了 如今乐德皇帝将这一身情愫 缠在夜月身上 陛下 这是臣这几日梳理的户部账目 时间太紧 只能整理出个大概 详细的还需要些时间 唐玉坐下之后 石磊立刻上奏道 唐玉瞄了一眼 那差不多和桌子一样高的账目 心中扎舌 这个石磊 倒是真能干 可有不妥之处 所谓钱权 权是有些无形的 但是赢钱却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唐玉准备先在钱上对付苏黎 苏黎把持朝廷这么久 他的心腹早把户部 当成了自家赢库 贪得太多 账目是磨也磨不平的 一经唐玉问起 石磊便义愤填音道 回陛下 户部账目何止是不妥之处 简直是触目惊心 这些人贪莫银两 连账都懒得做了 只粗看一番 便是处处对不上 对此 唐玉早有了心理准备 笑道 既然仗对不上 那就让这些人来对 石尚书将涉及账目的朝臣 你一个名单出来 慕容统领 就劳烦你命人 将这些人抓了 唐玉站起身来 大手一挥道 咱们就从户部开始 一寸一寸地 将苏黎的爪牙鳞片活刮下来 石磊和慕容云等人 见到唐玉这股帝王之气 皆俯首败道 山呼天子圣名 刚处理了户部的事 便见冯公公匆匆忙忙跑了进来 他扶着门气喘吁吁地道 陛下 出大事了 殿内众人一听 立刻站了起来 慕容云急道 是不是苏黎狗急跳墙了 此刻皇宫进军 虽然掌握在慕容军手里 可是数位京城的三大军营 还有两营在苏黎手中 这也是苏黎最后的衣仗 冯公公摆了摆手 喘气道 不是 不是 苏焕抓起自己的茶杯 灌进冯公公嘴里 又在他胸口抚了抚 才急道 唐玉一听立刻坐不住了 急道 什么叫不见了 冯公公为难地道 刚才去给望月宫送吃食的宫女 回话说叶姑娘不在望月宫里 当时奴就觉得奇怪 叶姑娘平日里除了护佑陛下左右 是绝不会离开望月宫的 奴怕是下面奴婢办事不尽心 便自己亲自去了望月宫 叶姑娘果然不在 慕容云道 会不会是叶姑娘遇到了急事 唐玉咬牙切齿道 她受我母后所托 尽心护佑我 即便有天大的急事 她也不会这般失踪的 一定是冯大山 去 把今日接近过望月宫的人 全都抓到这里来 一个不许遗漏 叶月最主要的职责 就是保护天子 现在叶月神秘失踪了 那么矛头显然就是对准了天子 冯公公骇然应声 急急忙忙带人去了 慕容统领 命人将各处宫门毙了 任何人不得出入 再传令金赵颖全城戒严 各处数位军将京城八门毙了 任何人不得出入京城 再单派一只人马 藏在丞相府附近 一旦苏黎有异动 朕准许你们先斩后奏 众人没想到 自家皇帝经这般冷静地 部署了起来 先是惊讶 接着便是倍感欣慰 布置完了 唐玉将身上外衣一托 随手取下墙上宝剑 对苏焕和石雷等大臣道 你们在这里后掌 石雷和苏焕眼见这般 哪里敢放皇帝走 便都上前拦住道 陛下万金之躯 怎能涉险 请陛下在这里静候 慕容统领加音 以至朝纲败坏 忠臣蒙冤 奸臣当道 如今 朕若在缩手缩脚 不振天子雄风 天下百姓 满朝文武 谁还会站在朕的这边 诸位爱卿不用劝了 石雷等朝臣听了这话 一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 俯首哭道 陛下圣明 陛下圣明 臣等愿随陛下左右 生死不离 这些文臣们 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般 各个抄起家伙来了 唐玉看着他们 那熟练的拿枪拿刀的模样 只觉又好笑又感动 一行人就这么出了偏电 唐玉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对身边侍卫道 你们几个去牢里 把那妖妃提来 过了片刻 侍卫慌张来报道 陛下 不好了 妖妃 妖妃也不见了 听到这句话 众人都是一惊 这时 慕容云也回来了 禀道 陛下 宫门城门已毙 全城戒严指示 只是丞相府也是一阵骚乱 似乎他们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唐玉听了这话 大脑飞速转动 难道自己想错了 苏贵妃 叶月 丞相府 不好 慕容统领 你领人将看管牢房的人 全都抓来 连送饭的也不许咯 慕容云领命去后 唐玉领着众人回到偏电 正好冯公公将 今日靠近过望月宫的人 全都抓来了 唐玉拔出长剑 贺问道 你们今日有谁进过望月宫 几个宫女太监 吓得瑟瑟发抖 只顾求饶 谁也不敢说话 不说 天子竟然这般暴怒 苏贵本能地想劝谏一句 这么做有识人得 他刚要张嘴 却被石磊拉住了 石磊低声道 事关夜姑娘安危 苏贵在看唐玉那张 满脸怒气又焦急的脸 顿时闭上了嘴 陛下 奴冤 啊 第一个太监被卸了胳膊 其余人被这声惨叫 吓得一个哆嗦 都哭喊着喊冤 这时唐玉却注意到 一个小太监在这种时候 竟不像其他人一样 看着自己求饶 望月宫 唐玉拔出佩剑 抵在那小太监咽喉 一字一字抵倒 那小太监 吓得缩紧了脖子 求饶道 陛下 奴 奴什么都不知道 众人只觉 眼前飞起一条红线 却是小太监的带写的手指 被唐玉砍了下来 一 唐玉冷着声音念叨 奴师 啊 二 母 三 崔公公 崔公公今早去过望月宫 那被侍卫摁住两只手的小太监 一边吞着地上的泥 一边哭喊到话音刚落 那虚发半白的老太监 立刻被压到了唐玉眼前 似乎早预料到了一般 崔公公沉着脸喝道 狗东西 在陛下面前 你敢胡乱攀附 唐玉随手在崔公公脖子处 擦了擦剑上的血 道 看来 你是不打算说了 崔公公沉声回道 陛下 奴师冤枉的 不知说些什么 唐玉嘿嘿一笑 道 有骨气 放心 朕不削你手指 冯大山过来 唐玉贴着冯公公 冯公公一眼 然后匆忙去了 约某半盏茶时间 只见冯公公捧了一个罐子 走了过来 他的身后 跟着一个牵狗的侍卫 本来闭目待死的崔公公 一见那罐子 立刻挣扎了起来 急道 冯大山 你这畜生 冯公公冷哼一声 举了举手里的罐子 道 崔公公 这狗可饿得很 年老的崔公公 不知哪来的力气 猛地挣了两下 然后哭道 奴说 奴说 今早有人 让奴给望月公传话 说陛下和苏贵妃 在行苟且之事 唐玉不等崔公公说完 便立刻明白了 道 去芙蓉亭 冯公公紧跟上来 问道 那这些人 唐玉厌恶地 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罐子 道 先压下 找御医给那个小太监止血 冯公公面露喜色 恭敬道 陛下仁慈 在往芙蓉亭的路上 石磊和苏焕等人 忍不住问冯公公道 那罐子里装的什么 怎么那贼子这般惧怕 冯公公面露难色道 两位大臣 还是不知道的好 奈何经不住 苏焕和石磊一直准问 只得回道 坛子里装的是 崔公公的命根子 见两位大臣还不明白 又解释道 对于我们这种人 断手断脚 哪怕断头都比不上 命根子被狗吃了 断头不过一死罢了 若是那东西被狗吃了 可就生生世世 冯公公没有说下去 石磊和苏焕等人 也明白过来了 都善笑着道 陛下英明 英明 面对众人尴尬的神情 冯公公坦然一笑道 陛下这招 实在是拿住了 我们这等人的欺存 越是年老将死的太监 对命根子越是重视 毕竟已经做了一世太监了 谁也不愿再做一世了 那芙蓉亭就在后花园深处 唐玉等人刚靠近些 便听慕容云喝道 快停下 前面有毒 众人大惊 冯公公一把拉住唐玉 往后击退 唐玉也是一惊 他刚才的确闻到了 一股奇异香味 只是夹在种花香之中 没有在意 带众人退到没有味道的地方 冯公公急命人传太医 石磊摸了摸自己身体 问道 慕容统领 这是何毒 慕容云深呼吸一口 才道 陛下 这是一种难瞒其毒 名唤醉花音 是专一用来对付武林高手的 醉花音对内力越高的人 要效越强 内力深厚的人闻了他 便会立刻内力全尸 手脚酸软无力 严重的还会昏迷过去 好在味道 已经快要散尽了 我们只闻了少许 并无大案 一想到夜月武功近师任人摆布 唐玉只觉一股怒火 直冲脑门 去查 今天宫里有什么人 或者什么东西出宫 尤其是能放下一个人的物件 唐玉切齿道 苏仙 你这贱人 朕必将你千刀万剐 又过了两炷香时间 慕容云才急急来报道 陛下 查到了 今日有两辆份车 从静一门出宫了 那车厢足可放下一人 京城戒严 珠门已毕 叶姑娘必定还在城内 静一门在皇宫的东北角 是距离后花园的芙蓉亭 最近的门 唐玉再也坐不住了 道 石磊苏焕 你二人领朱晨在宫内坐镇 以防苏丽娜老狗狗急跳墙 慕容云 除了宫门守卫 召集全部进军守卫 从静一门外开始 朕亲自领兵 挨家挨户搜查 哪怕绝地三尺 也要找到叶姑娘 眼见石磊和苏焕又要劝 唐玉立刻打断他们道 此事就这么定了 不得劝谏 敢伤害朕的女人 朕要他们百倍千倍的偿还 要他们后悔来到这世上 听着唐玉的惊口预言 石磊和苏焕 顿时只觉周身发冷 即被发寒 哪里还敢有二话 只得俯身领命 今日宫内一番折腾 丞相府也不安宁 那些一大早聚在丞相府的官员们 听说全程戒严 只当是皇帝要发难了 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只求苏丞相给他们做主 苏丽一边派人出去打听消息 一边安抚众官员 同时又命人 用暗线联络金机两大营 万一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方 就强攻京城 不过一直过了午后 除了依旧戒严 却没有其他动静 苏丽便觉得事情不对 这时他才想起来 昨晚夜差距就自己女儿了 难道是皇帝在搜谱自己女儿 随即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如果真的是这样 天子应该直接冲进自家寻人才是 这般左等右等 才有暗线从宫里送来消息 贵妃脱身 夜月失踪 看着这八个字 作为最了解自家女儿的人 苏丽当时明白了过来 定是自家女儿气愤不过 用计劫走了夜月报复 皇帝这般大动干戈 不是在找自家女儿 而是在找夜月 想到这里 苏丽马上召来安卫道 出城告诉飞白 一旦我有不测 他要立刻率领两大营 以清军策的名义攻城 苏飞白是苏丽的长子 自小从军 屡立战功 现在掌管着数位京城三大营之一的飞虎营 是苏黎最大的底牌 安卫走后 苏黎立刻召集仲臣道 我们进宫面上 群臣一时不明所以 七嘴八舌地乱问 苏黎不耐烦和他们解释 直道 陛下受了奸人蛊惑 要对贵妃不利 苏仙对于利用南蛮是至关重要 哪怕和皇帝撕破最后一点脸皮 也要保住他的性命 因苏黎及仲臣不带护卫 全都穿着巢服 一副忠心进宫面胜的模样 这让那些围在丞相府周围的慕容家军们 反而没什么理由阻拦他们了 进一门外一处宅邸 唐玉焦躁地穿过一户又一户 除了那些受惊的百姓 他找不到丝毫夜月的痕迹 如果不是强压着这股怒火 唐玉真怕自己会大开杀戒 年纪大了的冯公公紧随在唐玉身后 累得喘气声像是一头老牛 陛下 叶姑娘受上天地虎 必然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性命之忧 唐玉忽然顿住了脚步 会去哪里 会去哪里呢 以那奸人恶毒的心思 想到这里 唐玉脸色灯石变得极为难看 望着冯公公道 对于夜月来说 做什么能让他生不如死 不等冯公公回话 唐玉转身对侍卫吼道 青楼 搜查附近青楼 英柳方在皇城进一门外十里 这里沿着从皇城流出来的清水河 遍布着大小十多个青楼 而它是最大最繁华的 即使今日全城戒严 珠门闭合 闹得人心惶惶 可英柳方里依旧人烟鼎沸 客人迎门 英柳方的一间房间里 夜叉低声对苏仙道 小姐 皇帝发了疯 在全城搜人 怕是很快会搜到这 要不要让那些人进来 苏仙盯着床上湿淋淋的夜月 恨人声道 这个贱人一向自视高洁 我一定要让他亲眼看到 自己的身子被人糟蹋 都是你 用药太重 用水都泼不醒他 夜叉难看地回道 奴帕药效轻了 一时置不住他 引起骚乱 只是没想到他内里 竟然到了这种境界 废物 苏仙盯声骂道 夜叉一叶 回道 请小姐责罚 算了 不等了 让那些狗东西进来吧 苏仙话音刚落 却见床上的夜月 阴鸣一声 扶着额头睁开了眼睛 夜月环顾四周 床障陌生 又见苏仙笑盈盈地 看着自己 顿时便知不好 你终于醒了 不枉我等了这么久 听了苏仙的话 夜月已经想到了 自己的结局 耿着白皙的脖子 落到你手里 还有什么好说的 要杀药寡 悉听尊便 苏仙用指甲 在夜月脸上 轻轻一划 冷笑道 贱人 你摆出这副样子 给谁看 不过是 仗着这张脸蛋 要不是怕吓着那些狗东西 我非先在你脸上 划上十七八刀不可 尽管夜月自小习武 心性异于常人 可毕竟是个花季少女 听到要被划脸 还是被吓得 微微缩了一下脖子 苏仙自然注意到了 这微小的害怕 顿感得意 笑道 这就怕了 夜叉 把那群狗东西领进来 夜月朝着门口望去 却见一个男子打开门 接着便有七八个猥琐男子 鬼鬼祟祟地走了进来 他见这些男子 一进房间两只眼睛 就在自己和苏仙儿身上打转 最后却都停留在了自己身上 苏仙儿看着夜月的脸 渐渐露出恐惧的神色来 只觉心中快意无比 拍手道 我还到文明天下的仙子的心 当真是冰玉座的 原来也知道害怕 杀了我 杀了我 夜月想挣扎起来撞死 却发现自己 连一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 哈哈哈哈 苏仙儿畅怀大笑 只觉这几日受的委屈 终于散尽了 唐玉 夜月绝望地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唐玉的身影 今日他听说唐玉和苏仙儿 在芙蓉亭赏花 顿时心绪大乱 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 当时他只以为自己 是怕唐玉被苏贵妃所害 或者害怕唐玉再中了妖妃蛊惑 可现在想来 除了前面的理由 自己当时最害怕的 竟是唐玉的心 从自己身上移开 想起和唐玉拿未完成的约定 夜月只觉心如刀割 苏仙儿拍了拍手 笑道 这位美人是你们的了 别看他娇贵 其实厉害得紧 你们可都卖力些 不要联系 夜月闭目听着那些吟笑声 只恨连咬舌头的力气都没有 就在夜月绝望之际 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嘈杂声 紧跟着楼梯枝鸦的响声 他们来了 夜叉猛地关上了门 小姐 快走 苏仙儿大急 对着那群男人喝道 还不快点 本来陷入绝望的夜月此刻 犹如溺水的人 抓住了一根稻草 他用尽力气喊道 唐玉 唐玉 闭嘴 苏仙儿大怒 仰手给了夜月一耳光 陛下 这里 这里 几名听到声音的侍卫 已经和苏仙儿 留在外面的人交上了手 原本被侍卫围着的唐玉 听到夜月的声音 再也顾不得起他 提剑一路冲了过来 他并不会什么武功 只拿剑乱砍 好在天子的宝剑削铁如泥 当着利弊 再加上身旁侍卫奋力拼杀护卫 唐玉竟第一个冲进了房间里 夜月 陛下 夜月没想到 还能再见到唐玉 唤了一声 顿时泪如雨下 好一对狗男女 不要脸 苏仙儿怒骂一声 拔出短刺 随手劈到了离自己最近的侍卫 苏仙儿武功不低 夜叉武功更高 两人一出手 当时将唐玉身边的侍卫杀了一半 狗皇帝 你来得正好 夜叉 杀了他 是 夜叉手持宽刀 直奔唐玉 几个拦路侍卫 不出三五回合都被斩杀了 其余侍卫大惊 拉住唐玉就往外走 急道 陛下 快走 苏仙儿见状 笑道 狗皇帝 你还是这么没中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件人 死在你面前吧 说完 苏仙儿摆脱身前侍卫 手持短刃 直刺躺在床上的夜叶 夜叶望着唐玉玩耳一笑 能再看他一眼 能干净地死 他很知足了 老子和你拼了 望着那一抹笑容 唐玉不知哪里来的戾气 正开了架住他的侍卫 像当初夜叶救他一样 将自己手里的剑扔了出去 同时往前跑了两步 拼着声 抗夜叉一刀 往前一扑 夜叉和苏仙儿都没料到 唐玉会用这般薄命的打法 夜叉只匆忙间 砍在了唐玉左臂上 苏仙儿则在挡开唐玉长剑之后 一个不慎被唐玉扑倒压在了身下 贱人 贱人 尽管苏仙儿武功比唐玉要高很多 可这般被一个比自己身材魁梧许多 又身穿假衣的成年男子压住 他的武功也用不上了 最糟糕的是 手里的短剑还被唐玉打掉了 唐玉抡起拳头 用尽力气 只顾眉头眉脑地往身下的苏仙儿脸上招呼 脑海里指一个念头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小姐 眼见苏仙儿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叶叉急往唐玉背后砍 却不防他背后传来一声呼啸 接着头颅便飞了出去 却是慕容云终于赶到了 陛下 末将就驾来迟 陛下 看着还在捂着拳头的唐玉和 已经被打成猪头了的苏仙儿 慕容云的话噎住了 这时的唐玉对周遭一切听不见也看不见了 只知道使尽浑身力气 猛打身下的苏仙儿 陛下 听到叶月温柔的声音 唐玉才猛然惊醒 环顾四周战斗已经结束了 苏仙儿的人和那几个猥琐男子都已伸手易出 再低头看了看 身下已经被打成猪头的苏仙儿 唐玉猛然跳起身来 扑到床上抓住叶月的手 道 哪里伤着了吗 哪里伤着了吗 叶月任由唐玉抓着自己的手 任由他两只眼睛在自己身上游走 笑道 托陛下的福 我没有受伤 唐玉把叶月全身检查了几遍 确认真的没伤之后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道 他好了 他好了 说话间他又看到地上被打得快没人模样的苏仙儿 叫道来人 把这奸人砍了 他实在恨极了苏仙儿 就在这时 一个侍卫禀报 陛下 苏丞相领着一帮朝臣来了 慕容云将手中长刀须砍一下 冷声道 来得正好 我砍了他 他见唐玉并没有出声阻拦 便知天子默许了 提刀就往外走 躺在床上 刚刚恢复些戾气的叶月 挣扎起身道 等一等 慕容统领 现在还不能杀苏丽 慕容云顿住脚 却把眼睛看向唐玉 陛下 苏丽的儿子苏妃白握着京城外两大营 若杀了他 京城百姓就遭殃了 此时正是陛下与苏丽争夺明星的时候 若是苏丽死了 明星必然偏向苏家 这对陛下不利 躺在地上刚醒过来的苏仙儿 听到这话 发出一阵呵呵冷笑声 他原本的声音清脆婉转 犹如鹰鸟 而此时带着怨毒恨意 加上嘴巴受伤 声音嘶哑刺耳 听之令人恶心声寒 苏歇尔四肢放松 毫无体面地躺在地上 嘶吼道 唐家狗皇帝 你到底是个无用没中的懦夫 我爹来了 他是权倾天下的苏丞相 天下官员一半都是他的门生顾立 镇守南江旗横远 贡献了朝廷半数以上赴税的东南三郡府刺事 他们都是我苏家的门下走狗 我爹 我哥他们不会饶了你们的 你们这些人都得死 都得死 贱人 唐玉一脚踢在苏歇尔腰间 让他在地上飞出树步 闷哼一声撞在了歪倒的桌椅上 你敢打我 苏歇尔捂着腰间恶狠狠地道 他似乎忘记了 自己现在这般狼狈的模样 都是刚才唐玉一顿乱拳打出来的 苏歇尔 你当朕还是过去那个懦弱胆小 任由你们苏家拿捏的皇帝吗 你是不是觉得 只要你爹在 朕就不敢对你怎么样 唐玉站起身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躺在地上的苏歇尔 难道不是吗 苏歇尔用那张肿脸吃力地 做出一个挑衅的表情来 道 现在的大下国早已经烂透了 像是一座破房子 不用人踹 只要风稍微大一点 这房子就塌了 而我爹 苏丞相就是这座房子最粗的顶梁柱 他若没了 你这个天子 第一个就会被砸死 叶月和慕容云听到苏歇尔这话 都面露难色 这话虽然难听 但是却不假 如今大下国境内民不聊生 盗贼四起 现在之所以还能看似平静 完全是因为缺少一个契机 正如苏歇尔所说 一旦唐玉和苏黎正式起冲突 必然导致天下大乱 那些地方大员手握重兵的统领们 到底会听谁的 或者会不会借机自立为王 那可说不准了 唐玉黑黑一笑 俯身捡起他之前丢在地上的宝剑 走到苏歇尔面前 宁笑道你说得不错 我现在虽然恨极了那个老乌龟 但是现在的确不是杀他的时候 而且苏菲白率领的两大营 针对京城动手 也是一场麻烦事 苏歇尔听了这个 咯咯直笑道 妾身就知道陛下是个明白人 他顾忌重施 又摆出过去勾引唐玉的狐媚表情来 从地上伸出一只手刀 陛下扶妾身起来 妾身会为陛下向爹爹求情的 无论咱们怎么闹 妾身都是陛下的人 咱们一家人又何必闹到这般田地呢 陛下 眼见唐玉真的俯身将苏歇尔扶了起来 叶月和慕容云脸色大变 尤其是叶月 他还没从刚才被唐玉救的感激之情里走出来 却突然见到这番场景 只觉心口一疼 犹如挣扎 陛下 不要听这妖女的话 慕容云大惊道 苏歇尔扶着唐玉站起来 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对慕容云笑道 慕容统领 你现在想投到我苏家门下 还来得及哦 慕容云心中大害 想不明白 过去皇帝被苏歇尔的美貌迷住 还情有可原 可现在 苏歇尔顶着一张猪头脸 破罗嗓子 是怎么能迷住皇帝的 难道他真的是妖女 会妖术不成 这般想着 慕容云握紧了手里的长刀 他想 无论苏歇尔会不会妖术 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个房间 慕容统领 不要惊慌 朕自有道理 眼见室内慕容云夜月 和一众侍卫 神情都变了 唐玉笑着出声安慰道 这时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 一个侍卫对内禀道 陛下 苏丞相到了 要不要他们上楼 唐玉扶着苏歇儿笑道 不用 朕出去见他 说罢 他转身对床上的夜月笑道 你好好休息一会 等会朕回来接你回宫 躺在床上的夜月 看着香血出去的唐玉和苏歇儿 只觉得胸中闷住了一口气 楼下的苏黎 正领着一帮群臣 对楼梯口阻拦他们的侍卫们发难 让开 你们竟敢拦相爷的路 是不是活腻味了 林泽指着一名侍卫的鼻子骂道 这几日他着实憋坏了 终于能抓个人来泄一泄火 苏黎仰着头朝着二楼喊道 陛下 陈苏黎求见陛下 唐玉俯视着下方群臣 调侃道 哟 四爱卿 你也来了 林尚书 李侍郎 哎哟 王御史 您老今年快八十了吧 也来这种地方 可真是惊枪不倒 老当义壮啊 朕佩服佩服 听了唐玉的话 众人这才想起来 他们脚下踩着的是青楼英柳方 大夏国满朝文武和天子 一起在一家妓院里会面 但这件事传出去 就能让天下人议论半年 那被点名的王御史 仗着红脸 吹着花白胡子 铿锵回道 陛下乃一国之主 怎能说这等粗俗之语 实在是 实在是有辱斯文 有辱天威 臣请陛下慎言 慎言 唐玉哈哈大笑 道 有辱斯文 朕只说了几句 便有辱斯文 那一把年纪 还那逗扣小妾的人算什么 既然你要斯文的 朕便遇刺你一首诗 十八新娘八十郎 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背离成双叶 一束梨花压海棠 冯公公 明日将这首诗课程碑 立在王御史家门口 冯公公忍笑回道 奴才灵旨 听了唐玉的话 青楼里的侍卫们 和苏黎身后的有些臣子 都忍不住笑说声 王御史一把年纪 自负学识 最好风雅 今日被唐玉这般侮辱 哪里受得了 他哆哆嗦嗦抖着胡子 想辩解两句 却是一口气上不来 晕了过去 林泽等人 慌忙拖住昏倒的王御史 苏黎因着脸喝道 陛下 王御史为国尽忠这么多年了 你这般羞辱老臣 也不怕含了天下人的心 唐玉笑道 朝廷里有他这种孤名调狱 唯老不尊 七世到明之辈 才会真正含了人心 林尚说 你说对不对 林泽现在哪里敢和这位皇帝顶嘴 他可是刚刚骂昏过去了 苏黎瞪了一个朝廷御史 见皇帝看向自己 也只能唯唯诺诺应付过去了 苏黎瞪了一眼没用的林泽 刚要说话 却听见一个嘶哑声音喊道 爹爹 苏黎冷了片刻 这才注意到 出生的是 唐玉身旁站着一个头发散乱 衣衫不整 头脸肿胀的人 你 仙 他瞪大了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那天资国色的女儿 居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苏仙激动地挣脱唐玉的扶持 一把扑在栏杆上 哭道 爹爹 你要为女儿做主 要为女儿做主啊 苏黎大袖一挥 怒喝道 谁 是谁把贵妃打成这个样子的 朕 苏黎万没想到 是一向懦弱的皇帝 他本能地不相信 反问道 你 唐玉举起自己的拳头 上面还残存着苏仙的几丝血迹 朗声道 你没听清吗 那就听清楚了 是朕 有了苏黎撑腰 苏仙又恢复了往日的跋扈 他回过头对唐玉冷笑道 你恭恭敬敬对我赔罪 我还能为你说一两句好话 你可要想清楚了 是一时的义气风头重要 还是江山的长治久安重要 听了苏仙的话 慕容云和房间里的夜夜 都有些紧张 而楼下的苏黎 却是暗骂自家女儿 直到这个时候 还没看清唐玉 她的傻女儿还没意识到 现在的唐玉 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她已经成为了一位真正的天子 除了天 谁也不能骑在她的头上的唐玉 黑黑一笑 走进苏仙身边 对着下面的苏黎立声道 苏黎 朕还是不是大下皇帝 苏黎阴着脸 回道 陛下自然是 你呢 你还是不是大下国的臣子 苏黎脸色更凝沉了 回道 臣自然是大下国的臣子 唐玉哈哈一笑 道 好 既然我是君 你是臣 朕问你 有人谋反该当何罪 该处何行 唐玉此话一出 跟着苏黎来的大臣们 灯使脸色大变 他们来之前都知道 苏菲白已经调兵在京城外了 现在皇帝说这种话 难不成真的要与死亡破不成 他们可不想 这般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 丞相要小心啊 林泽忍不住低声唤道 只求这位丞相能隐忍片刻 毕竟苏菲白能不能成事 那都是后事 他们的命可都在这里 苏黎犹豫再三 指得不情不愿地回道 凡谋逆作乱者 不分从手皆斩不赦 一灭三足 好 朕相信苏丞相乃是朝廷栋梁 大大的忠臣 今日有谋逆者在此 人赃并祸 不知丞相打算如何处置 唐玉一把掐住苏歇尔的脖子 同时亮出了 自己胳膊上被砍伤的地方 苏歇尔这才明白 刚才唐玉一直在敷衍他 这个狗皇帝 完全没有服软的意思 他挥舞着两只手臂 高声道 爹 不要听他的 就女儿 女儿愿意去南蛮 唐玉脆道 靠 原来你们两妇女 还有这等盘算 真是不要脸至极 不管怎么说 苏歇尔都是皇帝的妃子 他公然这般说 实在不妥 苏黎急喝道 你胡说什么 原本他来救苏歇尔 主要就是为了送他去南蛮 拉拢南蛮王 可现在苏歇尔的脸肿得像猪头 已然是毁容了的 这样的人 还如何送去南蛮 想到这里 苏黎便有心想要放弃苏歇尔了 而苏歇尔 却依旧没有发现 自己父亲心意的改变 只顾在那里 用那破罗嗓子大喊大叫 这喊叫声 让苏黎更加烦躁了 唐玉却不给这妇女 太多思考的时间 他抽出妖间佩剑 扔到楼下苏黎面前 喝道 苏歇尔谋逆行刺阵 若依律法 你苏家满门上下 皆要出展 朕念你卫国多年 劳苦功高 就给你苏家一个机会 只要你亲手处死 这作乱犯上目无君上之人 朕就赦免你苏家上下 来人 把这谋逆之人 压到丞相面前 唐玉就是在逼苏黎 他相信苏黎会反 但坚信 苏黎绝不会为了苏歇尔反 苏歇尔自是不信苏黎会杀他 他挣扎着对唐玉喊道 狗皇帝 你等着 等我领着南蛮精兵踏平这里吧 哈哈 爹 女儿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苏歇尔到了苏黎面前 直接扑进了他怀里 苏黎却站得笔直 两只手都不去触碰苏歇尔 他仰头看着楼上的唐玉 那双英智的眼睛里 带着无限的恨意 陛下 真的要放苏黎走吗 慕容云有些不甘心地问道 唐玉看着下面的苏黎冷笑道 现在不是杀他的时候 弄得天下大乱石飞镇院 不过 苏黎今日非得脱一层皮 才能离开这里 林泽等人见苏仙下来了 都准备要走 结果一回头 却见侍卫们 已经把回去的路堵上了 摆明了 不会轻易放他们走 这些从丞相府出来的臣子们 都紧张地望向苏黎 心里祈祷着 苏黎不要老糊涂了才好 苏黎望着怀中 没有几分往日风采的女儿 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温柔道 爹爹不会不管你的 话音刚落 她接过侍卫手里的天子剑 毫不犹豫地 将自己怀中的苏仙 刺了个对穿 买手在父亲肩膀的苏仙 万没想到 父亲真的会杀自己 她惨叫一声 猛地推开苏黎 咚的一声 直挺挺摔在了地上 苏黎被推得往后一个猎切 多亏后面群臣 垫着才没摔倒 尽管都有心理准备 但这一幕副杀女 还是让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爹 你好狠 好狠的心 苏仙大口大口地吐着血 不可置信地看着苏黎 苏黎站直了身子 并不去看苏仙 只对着楼上的唐玉行礼 道 陈毅亲手杀了谋逆之人 陛下满意了 唐玉虽然心里震惊于苏黎的果决心狠 面上微笑道 苏丞相果然是位忠臣啊 见苏黎转身要走 唐玉高声道 丞相 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东西 唐玉指了指苏仙的尸体 道 她到底是你的女儿 苏黎略意犹豫 对身旁侍卫道 劳烦二位将这匿女的尸体 送去丞相府 说完这句话 他抬腿就离开了 目送苏黎离开 慕容云恨恨地道 好狠心的老贼 唐玉却呼的一声 吐了一口气 道 今日只能算是稍稍压一压他的威风 不出了苏菲白 夺回城外的兵权 终不能高枕无忧 慕容云请命道 末将愿领一队精兵 深夜出城偷袭苏菲白大营 唐玉抬手制止道 不 这太冒险了 现在我们虽然相持 可朕毕竟是天子 只要咱们慢慢沉迷之心 苏家就翻不起什么风浪来 着急放手一搏的是苏黎那老匹夫 而不是我们 如今的慕容云越发佩服唐玉了 这少年皇帝仿佛一夕之间 得了什么天书神兽 虽做事偶有冲动的地方 比如不顾一切地扑倒苏仙 但是大多数时候 沉着冷静深思远虑 实在是令人打心里敬佩 如果说过去 慕容云只是因为对朝廷中心 才不顾性命的辅佐劝谏唐玉 那么自今日之后 他是真的在心里认可了 唐玉这个少年皇帝 虽然前路艰难 但是慕容云坚信 这位皇帝 真的可以重振大夏国雄风 动 外面响起一声嘹亮的帮子 冯公公轻声道 陛下 已经三更天了 是不是早些回宫 唐玉换了一下四周 苦笑道 万料不到第一次来这种风花雪月的地方 正半靠在床手 笑盈盈地看着他 恢复些力气了 唐玉坐在他的床边 随手拉住了他的一双嫩白柔衣 嗯 不过还是站不起来 唐玉笑道 不妨是 慕容统领说 这种毒只是一时的 不需解药 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叶月笑着点了点头 他忽然看见唐玉手臂上有血 道 陛下受伤了 唐玉看也不看 笑道 一点小伤口 早就不疼了 两人这般 你一言我一语 说的都是些没营养的话 看不下去了 给冯公公使了个眼色 冯公公无奈 只得硬着头皮上前 小声道 陛下 咱们还是快些带叶姑娘 回宫敬仰吧 这地方 叶月经冯公公这么一提醒 才想起来 这里是青楼 他身下的床 就不知有多少烟渣人躺过 不知多少烟渣 是在这里发生过 想到这里 他力敢厌恶 只想快些离开这里 便对唐玉道 陛下 咱们回去吧 一行人回到宫中 叶月还是想 自己住在望月宫 唐玉自是百般不放心 道 朕今晚也在望月宫就寝 叶月想错了 只以为唐玉心急 他战红了脸 脆道 不行 唐玉却没多想 只想保护叶月 便道 为何 叶月急了 只道 我们有约在线 而且 你 你 他平日里只冷着一张脸 就美得令人着迷 只是一身凌厉气场 让人生味 今晚却如普通少女一般 含羞带骚 加上那绝美容颜 让原本没有二星的唐玉登石 生出了一星 你不能欺负我 叶月见唐玉身子反而往前贴 他急得说话 都带有了哭腔 也是这句话 将原本将一切 抛在脑后的唐玉醒了过来 他忙将身子往后一缩 轻咳一声 心中暗道 好险 好险 如果今晚真的趁着叶月那里 没有恢复 做出什么禽兽的事来 将来即便能得了他的原谅 那也是扎在两人中间的一根刺 这点定力 唐玉还是有的 不过再继续留在这里 面对着与平日截然不同 软乎乎的叶月 把持不住 也是迟早的 月儿 你好好休息 朕明月再来看你 唐玉后退两步道 叶月见唐玉这般手里 心中甚畏 今晚他内力全失 心性本就不计平日万一 再加上大喜大悲 情绪波动太大 若是唐玉真的强来 自己真未必能狠起心来 见唐玉主动告退 叶月松了一口 娇声道 好 我等你明月一起用早膳 这话一脱口 他就后悔了 早膳 这不显得他迫不及待的 想见到唐玉吗 唐玉大喜 又后退了两步 道 好 朕明早给你带好吃的来 从店里出来 唐玉高兴地对冯公公道 多派些人保护叶姑娘 冯公公比唐玉更高兴 他一边擦眼泪 一边道 奴才明白 奴才明白 你哭什么 奴才 奴才就是想到了太后娘娘 他老人家若是在天上看着 必定觉得欣慰 唐玉不解道 为什么 冯公公故作神秘地轻声道 太后娘娘喜爱叶姑娘 常想撮合陛下和叶姑娘 今日见到陛下和叶姑娘感情这么好 定然十分欣慰 唐玉仰头望着头顶的灿烂星河 自言自语道 是吗 如果老太后知道他的儿子被人换了心 应该高兴不起来吧 这一晚唐玉浴火焚身 本来想去拦截于或者其他后宫那里 结果到了后宫 他又觉得索然无味 这些人和叶月相比 相差太多了 想到第二日 还约了和叶月用早膳 便独自睡了 一日 折腾了一天的唐玉 打着哈欠在宫女的伺候下 穿好了衣衫 就听见冯公公进来禀道 陛下 苏丞相他们进宫了 听到这句话 唐玉一个机灵醒了大半 道 他们来做什么 苏菲白呢 因这几日太累 他有些卑躬蛇影了 冯公公公道 苏丞相称他们是来上朝议政的 至于苏菲白 暂时没有人来报 有什么异动 唐玉闻言 晚耳一笑 道 看来经过昨晚的事 这苏丽也想明白了 知道再这么放任下去 非被朕逼死不可 哼 这帮狗东西 让他们等着吧 备善 朕要去望月宫 朕倒要看看 这苏丽是乖乖等着 还是像过去一样来逼朕 冯公公笑道 母知道怎么回了 他到了专门公官员 上朝休息的偏殿里 见苏丞相一众官员 和石磊苏焕等一众 被皇帝新提拔起来的官员 精卫分明地坐着 众人看似都在各忙各的 却隐隐有互相对抗的态势 尤其是这里面 有些官员的官职 还是重复的 大臣们一见到冯公公 都忙站了起来 只有苏丽装枪做事 慢悠悠站起身来 道 冯公公 是开始早朝了吗 冯公公挤着两只小眼睛 笑道 陛下线下正在望月宫中 陪叶姑娘用膳 请诸位大臣多等等 林则看了一眼苏丽 知道自己又该出头了 便道 我等都有重要的国家大事 需要陛下定夺 请冯公公再去通报一声 冯公公回道 陛下的话奴 刚才已经传达了 林尚书没有听见吗 请诸位大臣多等等 林则大怒 过去苏仙掌控后宫时 这阉人温顺地和一只狗一样 如今 他竟也敢对自己不敬 你这阉贼 要是误了国家大事 你有几个脑袋够看 还不快去通报陛下 对于林则的恼怒 冯公公仿佛看不见一般 依旧笑眯眯地道 陛下的话奴刚才已经说了 在无通禀之里 苏黎倾咳一声 制止往前走了一步的林则 沉声道 冯公公 天子怎能因为一己之私 荒废义政早朝 我等臣子 万不能任由陛下这般懒政 公公若是不通传 我们可要自续通禀了 冯公公脸色一变 贺道 丞相慎言 你们想闯功不成 苏黎沉声道 冯公公 这是禁言 禁言 好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妖妃在时 陛下受其蛊惑 每年也上不了几次朝 那时怎么不见你苏丞相忠心耿耿地出来禁言 众人闻声望去 说话的是新任户部尚书的石磊 苏黎逆了石磊一眼 道 恕我眼中 你是何人 石磊昂首道 户部尚书石磊 放屁 我才是户部尚书 一个留着山羊湖的肥胖男子 跳出来道 石磊上下打量了一下那人 冷笑道 你就是洛周行 我正要有许多事问你 户部的账目可是千疮百孔 洛周行一听这话 脖子一缩 怒道 你敢私查户部的账目 丞相 这人私查户部账目 快命人将他压下至罪 这时 苏黎才正眼看向石磊 他故意摆出那种上位者的威仪 却不料 石磊全然不惧这位 连皇帝也十分忌惮的权臣 一旁的冯公公看了 也不由在心里赞叹 这石磊倒真没辜负陛下对他的厚爱 苏黎对冯公公道 冯公公 这等冒充朝廷命官的人 你们还不快将他拿下 冯公公笑着回道 苏丞相 奴部明白你的意思 哦 如果您说的是这位洛大人 他被撤了上书职位 陛下连他多年辛劳 特命他为户部员外郎了 倒也算不得冒充朝廷命官 此话一出 苏黎终究是忍不住了 一张老脸立刻搭来了下来 喝道冯公公 你是在拿老夫开玩笑吗 冯公公依旧保持着他那职业假笑 回道 母怎么敢 林泽有幸要为苏黎出气 强出风头 他向前大胯一步 劈手给了冯公公一个耳光 怒喝道 你这烟驴也敢冒犯丞相大人 这一巴掌 不仅冯公公没料到 就是苏黎也没料到 冯公公顶着那带着巴掌印的脸 依旧不卑不亢地道 林尚书息怒 您犯不着和我这等人计较 冯公公越是这样 林泽越怒 他抬手准备再狠狠地来一巴掌 却听外面忽然传来一声喝 道 大胆 众人闻声望去 却是唐玉身边 带着慕容云和叶月走了过来 叶月依旧冷着那张脸 一袭白衣 美艳不可方物 只是他似乎有意无意地 距离唐玉稍远些 今早他恢复功力之后 那份侵略的心性 也一起回来了 想到前一晚的各种羞难情形 他恨不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结果一大早 唐玉又来了 这偏偏是他昨晚主动邀请的 也不能感人 叶月只能冷着脸 故意对待 唐玉比往日更冷淡 以掩饰自己的心虚 唐玉今早十分不快 他本来高高兴兴地去找叶月用膳 满心想着经过昨晚 自己和叶月亲近了不手 不说轻轻 拉拉小手总是可以的 哪知道到了望月宫 却发现叶月一早顶着一张冷脸 对他比平日里都冷了三分 那哪里是吃温暖的早餐 简直是啃冰茬子 他实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问了几句 也指得了叶月的呵斥 实在是憋门 走到这里 又见到林泽居然敢打冯公公 俗话说 打狗还得看主人 这林泽当初就顶撞过自己 今日又撞在了枪口上 唐玉音这脸 指着林泽怒道 来人 把这狗东西给我提过来 一声命令 两个侍卫过去 便如林小姬一般 把林泽滴溜了过来 摁在了唐玉脚下 林泽没想到 唐玉这般暴躁 吓得手脚乱舞 哭道 丞相救我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啊 狗东西 这里是朕的皇宫 你敢在朕的地盘撒野 唐玉说话间 没头没脑地给了林泽两脚 踢完之后 唐玉对冯公公道 冯大山 你是朕的奴才 只有朕能打你骂你 他林泽是什么狗东西 你也能让他打 冯公公万没想到 皇帝竟然会为自己 这般出头 感激地磕头道 奴谢陛下 别忙谢 过来 他打了你一耳光是不是 你换他十耳光 重重地打 你要是没力气 可以找人带你 林泽吓得胡乱挣扎道 陛下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他一个堂堂刑部尚书 要是被一个阉人 打了十耳光 那今后就没脸见人了 这时苏黎也终于忍不住了 喝道 陛下 胡闹也要有个限度 不管怎么说 林泽可是堂堂刑部尚书 朝廷重臣 你怎么能这么辱他 唐玉刷的一声 拔出身旁侍卫的佩刀 指着苏黎喝道 苏黎 朕说过 朕才是天子 大下的皇帝 你若不敢 咱们就撕破了脸 你尽可让你的儿子攻城 敢吗 众人闻言 不由屏住了呼吸 目光都聚集在苏黎脸上 看他怎么回答 被众人注视着的苏黎 暗中捏紧了拳头 暗骂道 好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尽管心里不满 思虑再三 苏黎昨晚已经想通了 看似狂躁的唐玉 并不是一味的无理取闹 他在一步一步的蚕食自己的权威 自己辛苦几十年 布下的棋局 所以今日一早 苏黎就命人 召集他门下群臣 进攻上朝议事 他不能再让自己手下的官员 继续丢官罢职了 原本想用朝政琐事 压垮皇帝的想法 反乘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陛下 臣惶恐 苏黎终事无法 只得忍弃扶地请罪道 臣有罪 请陛下责罚 那些跟着苏黎来的朝臣们 见苏黎都服软了 一个个也慌忙 跟着跪地 道 臣等有罪 请陛下责罚 今早的唐玉虽然有些不理智 却也明白 到了这里 让苏黎服软已经是极限了 自己就是要这样慢慢地 一点点地恢复自己天子的威信 今日足够了 看着跪在地上的苏黎等人 唐玉哈哈一笑 将手中武器还给侍卫 俯身亲自扶起苏黎 道 丞相请起 诸位爱卿请起 朕知道 你们都是忠臣 只是国家法度在 朕在 你们也不可能太过语举 是不是 到了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好说的 苏黎回道 陈锦尊陛下教诲 这时被暗住的林泽 则是目光灼热地看着唐玉 他真的不想被阉人打 陛下 臣也知错了 请陛下饶了臣这一回吧 林泽苦求道 唐玉望着苏黎 笑道 丞相 你怎么说 林泽转又去求苏黎 道 丞相 救我 救我 苏黎长叹一声 无奈道 念在林泽为朝廷多年辛苦的份上 请陛下从轻处理吧 唐玉哈哈一笑 望着林泽道 既然丞相替你说情 朕今日就饶了你这一回 至于刑部上书这个位子 林泽慌张道 臣自愿请辞 求陛下恩准 他又不是傻子 已经知道从刚才苏黎服软起 自己就成了牺牲品 见林泽这般懂事 唐玉笑道 到底是忠臣啊 知道为朕分忧 冯公公 你看饶了他这一回行不行 自己挨了一巴掌 就替皇帝换回了一个刑部上书的职位 冯公公打心里觉得高兴 笑道奴仪切平陛下做主 唐玉这才对暗住林泽的侍卫道 放开吧 又对林泽道 既然爱卿自愿请辞 那今日早朝就不用参加了 回去写辞官奏书吧 今晚朕就要在越岸上看见他 林泽揉着背暗疼的两臂 唯唯唯唯唯唯地看了苏黎一眼 只得硬了 林泽走后 唐玉往苏黎背后扫了一圈 奇道 怎么不见王玉石 众人心想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 昨晚那老头经你一气 还活着就不错了 今早怎么能起得来 苏黎回道 王玉石年纪大了 昨晚突然风寒 今早告病 唐玉呜了一声 对身边的冯公公道 王玉石可是朝廷的老臣了 得多加关照 朕记得御膳房前日 送来了几条上好虎鞭 给他送去 每晚辛苦 要好好补一补 还有 昨日朕送他的诗 也命人快点刻好了 要敲锣打鼓 热热闹闹地立在他家门外 他的声音不大不小 看似私语 却又让在场众人都能听见 其他人听了 都是会心一笑 皇帝这是真打算 让那老东西 死在女人肚皮上 夜夜听了却 不由皱起眉头 哭笑不得 冯公公硬声笑道 奴 这就吩咐下去 眼看着唐玉还要闹下去 苏黎实在受不了了 便道 陛下 时候不早了 待早朝了 觉得今早也差不多了 唐玉点头道 那就开始吧 众人进了正殿 刚各自站定 就听史蕾高声禀道 陛下 陈谈和元 户部尚书洛周行 贪赃独职 两人挂的名头 都是户部尚书 所以挤着站在一处 史蕾这一弹劾 洛周行便马上驳斥道 陛下 不要听信词等小人奸言 唐玉笑道 洛周行 你是说史蕾青在污蔑你 洛周行斩钉截铁地道 陛下 这是赤裸裸的污蔑 是对臣 他本想把苏丞相一起拖下水的 结果看了苏黎那不悦的神情 马上又止住了 继续道 是对臣的污蔑 唐玉看向史蕾 笑道 史蕾青 你怎么说 史蕾行礼道 陛下 臣有整理的户部账目为证 虽然目前没有洛周行贪没的铁证 可凭着账目 也能判他一个独职大罪 至于贪赃 臣相信 国库少了那么多银两 只要想查 总能查出来的 洛周行听了这话 犹如被针扎了一样 跳起来的 你胡说八道 你懂什么账目 陛下 丞相 不要听这丝胡乱攀扯 丞相 他最终还是把目光看向苏黎 一百个洛周行 也挖不出户部那么大的窟窿 那可都是苏黎的兽意 苏黎见洛周行看向自己 心中也暗自恼怒 这个废物 连个账目也做不清楚 被人轻易抓住了把柄 却不知 他们挖得窟窿之大 账目根本就没法做 洛周行只以为 唐玉绝对翻不了天 根本没在账目上用心 唐玉望向苏黎 问道 苏丞相 你怎么说 要不要咱们当着众人的面 一起对一对账目 别冤枉了洛大人才好 苏黎自然知道 洛周行的德行 账目肯定是错漏百出的 只得回道 不必了 臣相信这位十大人 不会凭空乌人清白的 但是既然没有贪磨铁证 臣以为 还是将洛周行赞免戴罪才是 石磊急道 陛下 只要把洛周行的家搜查一番 臣担保一定能找到证据 洛周行大惊 怒道 石磊 你欺人太甚 苏黎也喝道 十大人口气也太大了 动辄便要搜查朝廷众臣府邸 在你眼里 还有没有朝廷的威仪 唐玉冷哼道 苏丞相 你觉得洛周行 还能算朝廷众臣吗 朕看他连户部员外郎也不配做 来人把洛周行拖出去 郎中令吴城 你暂监刑部上书之职 和石磊一起领人查朝落府 自被唐玉提拔以来 吴城领旨 自是想要十二分的卖力 他跨出一步 行李高声道 臣吴城领旨 石磊也很是高兴 朗声道 臣石磊领旨 定不负陛下所托 苏黎绷着一张脸 他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从兵部上书 到户部上书 和刑部上书 唐玉接连用强硬的手段 将他的人从关键的位置赶了下去 剩下的礼部 公部 礼部中 礼部最为重要 苏黎不由地看向礼部上书薛青燕 薛青燕似乎也感觉到了苏黎的目光 转过头来看向苏黎 她的脸上写满了惶恐 因为薛青燕知道 再这么下去 自己早晚惠布林泽和洛周行 两位上书的后臣 那些跟着苏黎的人 自今日此刻起 终于感觉到了危机 意识到站在龙椅上 俯视着他们的那位少年皇帝 已经脱胎换骨了 不再是过去 任人拿捏哄骗的毛头小子了 对于今天早晨的战果 唐玉很满意 他慢悠悠地从龙椅上站起来 屁腻着下方战战兢兢的群臣 和满脸不快的苏黎 朗声道 诸位爱卿若没有其他事 今日就散朝吧 苏黎万般不甘心 也知道 今天只能这样了 在内朝他已经有些抵挡不住 这个疯狂的皇帝了 他需要外朝 需要南蛮 下朝之后 回到平日里处理正式的偏殿 唐玉对慕容云道 你派些人跟着石磊和吴城 去超洛州行的家 找个机灵些的 慕容云恭敬道 臣明白 冯公公笑道 陛下今日真是英明神武 我看他苏黎脸都气清了 唐玉想起苏黎吃扁的模样 哈哈大笑道 老匹夫还敢和朕斗 大山 你今日也受了委屈 朕要补偿你才好 金莹 我看你也不缺 你想要些什么 冯公公文言 慌忙贵道道 奴能帮到陛下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敢奢求其他 唐玉将他扶起来道 这是什么话 有功者赏 有过者乏乃是常理 若朕不赏有功之人 那今后谁还会为朕办事 碍于组织 朕不好给你升官 你若真的没其他要求 朕只好再赏你些精英了 唐玉自然不会把什么狗屁组织放在眼里 只是想起历史上各种宦官专权的事 对宦官掌权有些忌惮 冯公公哪里知道唐玉的想法 感激不已 回道 陛下 奴真有见识求陛下成全 唐玉笑道 说来听听 冯公公道 陛下 奴自十岁上入宫 如今已经四十多年了 奴离家时 家中还有老母幼弟 这么多年了 老母怕是已经过世 也不知奴的幼弟在不在 唐玉祈道 你想出宫去寻他 冯公公忙摇头道 不 奴一心侍奉陛下 不想出宫 只想请陛下命人查一查 奴的幼弟如今怎么样了 唐玉叹道 你也是个苦命人啊 这是好办 你把你家住址 和你右弟名字写下来 慕容统领 你派两个人去当地寻访寻访 若冯公公的兄弟还在世 就把他一家人接来京城 慕容云回道 臣这就去安排 冯公公又是三拜九寇谢恩 唐玉好不容易才将他扶起来 然后忽然胳膊一疼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却是昨晚受的伤 刚才没注意崩开了伤口 陛下 怎么了 陛下 慕容云和一直跟在唐玉身后不远的叶玉 最先反应过来 都盲站到了唐玉身前 唐玉扶着左臂笑道 不小心崩开了伤口 本来就是小伤 不碍事 叶玉知道 那是昨晚就自己的时候 留下的伤口 心内甚是自责 小声道 陛下万金之躯 今后不要再冒险了 他本想说 不要再为自己冒险了 可到底是不好意思 说出口 唐玉想起 今早在望月宫里受到的冷遇 哼了一声道 朕的身体 自不用叶姑娘担心 便有心讨好一下唐玉 道 冯公公 有要喝绷带吗 我替陛下重新绑砸 冯公公今早看着昨晚好好的两个人 今早闹别扭 心里别提多担心 这会儿听叶玉说 要主动给皇帝包扎 明显是有和好之意 他自是求之不得 忙到有 奴这就去拿 唐玉本来想继续和他怄气 但是一抬头看着他那一双寒情美目 这气便散了 慕容云等人自也知去了 退了出去 一会片店里 只剩下了叶玉和唐玉 唐玉任由叶玉脱自己衣服 给自己换药 他拿着本奏折 在那装模作样地看 只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 只听叶玉低声道 陛下还在生我的气 唐玉鼻子里出气 回道 这哪敢啊 叶玉笑道 陛下 今日早朝做得好 皇太后在天之灵 必定觉得欣慰 唐玉冷哼一声道 到现在 朕都还没有给他老人家生的亲孙子 有什么可欣慰的 叶玉一噎 两人又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 伤口包扎好了 叶玉慢慢给唐玉穿上衣服 道 若无其他事 我在门外守着 就不打扰陛下批跃奏折了 唐玉听了 啪的一声 将手里的奏折摔在御岸上 一把将叶玉搂进怀里 恶狠狠地道 你是在挑战阵的耐心吗 叶玉吓得身体一僵 带反应过来 想用力挣开唐玉 念及他受伤的胳膊 到底是没忍心 只略微挣扎了两下 冷着脸道 陛下 你忘了约定了吗 唐玉掰着他的肩 定定地看着他那张美丽的脸 气道 你便这般厌恶症 叶玉愣了愣 脸色忽然染上一抹红韵 他错开了脸 小声道 陛下 您就不能好好守约吗 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和唐玉 解释自己现在的心情 他有些 没法面对自己的心 和昨晚的自己 唯一能说服自己的 就是与唐玉的那份约定 所以 他现在 只希望唐玉能好好地完成那份约定 他就能毫无心理负担地 越过那道坎了 看着忽然软下来的叶玉 唐玉也是愣住了 他叹息一声 松开叶玉 道 罢了罢了 反正朕也不打算放过你 无论你喜欢也罢 不喜欢也罢 你是真认定的皇后 叶玉听了这话 又觉得好气 又觉得好笑 他鼓起勇气 回握住了叶玉的手 低声道 我自小心性如此 请陛下 不要多信 说到心字的时候 他的声音犹如文音一般 如果不是唐玉 距离他很近 几乎听不见这句话 说完这句话 叶玉像是被火烧了一般 松开了唐玉的手 也不见他怎么用力 身形就出了殿门 等唐玉追出来的时候 只见唐玉 正站在对面宫殿的屋顶上吹风 唐玉黑黑一笑 顿觉开心 知道他心里不是没有自己 只是需要时间 冯公公和慕容云 两人见叶玉猛冲出来 就躲到了屋顶上 还以为两人撩崩了 现在见皇帝一脸开心 两人才跟着露出笑来 回到殿内 冯公公道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唐玉祈祷 喜从何来 冯公公笑道 我今早就看见 有喜鹊在殿外叫 自是有喜事 唐玉知他圆滑 这种美版上钉钉的事 他会拍马屁 但是不会说出来 就哈哈一笑接了过去 一直到用午膳的时候 叶玉才从屋顶上下来 这时又恢复了那张 巨人千里之外的冷脸 不过唐玉也不在意了 自顾自地拉着叶玉 坐在他身边一起用膳 叶玉试着拒绝了一下 被冯公公劝了两句 到底觉得再拒绝 就显得做作心虚了 只好硬了 用过午膳 冯公公道 陛下 崔庆月等人该如何处置 崔庆月 谁 他竟一时想不来了 这两日发生的事件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冯公公秉道 是昨日去望月宫 谎报陛下 在芙蓉亭的那个崔公公 叶玉想起昨日的事 又觉得有些耳热 在心中暗想 今后遇到这种事 一定要静下心来 再不能让皇帝为他冒险了 提起这个 这等狗东西还留着做什么 不过是幸好月儿无妨 不然朕定将他一刀一刀刮了 再把他那东西喂狗 慕容云道 末将这就把他拉出去 等等 唐玉起身 表情凝重地道 自那妖妃被关在牢里 朕就把宫里的人换了很多 不想还有丞相府的内线 你们说 现在这皇宫里 除了那个崔公公 还有没有其他人 慕容云听了这话 慌忙跪地请罪道 陛下 是末将办事不力 请陛下责罚 之前这件事 唐玉是交给慕容云来处理的 慕容统领请起 这件事不怪你 苏黎在皇宫里布局多年 说句不好听的 也许除了朕 还有你带来的那些皇宫侍卫 其他所有的太监宫女 都是丞相府的人 也不奇怪 冯公公听了这话 慌忙道 陛下 奴对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唐玉哈哈一笑道 哦 忘了还有你老人家 对你朕自然是万分信的果 说到这里 他又看向叶月 补充道 对 还有叶姑娘 这么端完水之后 唐玉才到 把那燕人提来 朕要亲自审一审他 如果不把皇宫里的内线 清理干净 朕睡觉也不安心 想到如果要审崔公公的话 许多话倒是不便让叶月听见 便道 月儿 我们审问那燕人 怕是有些乌言会语 你先回避一下吧 朕这里有慕容统领在 不用担心 叶月看了看慕容云 起身行了礼 便离开了不一会 那崔庆月 被两个侍卫嫁了进来 他本就年纪大了 又经过昨日一番折腾 今日看上去老了许多 罪奴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两个侍卫一松手 崔庆月就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下 冯公公依旧将昨日那罐子 放在一边 问道 崔公公 陛下有几句话要问你 望你老实回答 说到这里 冯公公指了指那个罐子 道 你不要惹恼了陛下 崔庆月就如双打的茄子一般 回道 陛下尽管问 罪奴之无不打 唐玉问道 除了你 在这皇宫里 还有几个丞相府的内线 沉默 唐玉给了冯公公一个眼色 崔庆月慌忙制止道 奴说 奴说便是了 奴只知道三人 他们是翠影殿的王嬷嬷 回阳宫的纪公公还有 还有冯公公身边的赵公公 冯公公听了大惊 问道 你是说赵玉权 崔庆月嬷嬷点了点头 唐玉猝眉道 他是谁 冯公公扶地哭道 请陛下至罪 老奴无能 竟将这等人养在了身边 唐玉道 你先起来说 冯公公起身回道 那赵玉权三年前进宫 老奴看他身子弱 被一帮老人们欺负 就起了怜悯心 把他提拔在身边 平日里陛下吩咐老奴的事 许多都要经过他的手来做 老奴万万没想到 他竟是竟是苏黎的人 唐玉黑的一声笑道 这不怪你 朕的枕边人都是苏黎的人 慕容统领 去抓人 慕容云走后 唐玉继续问崔庆月道 只有这三人 崔庆月伏地道 罪奴只知道这三人 平日里都是这三人联系罪奴 唐玉又问清了 他们怎么联系等等 只审了近两个时辰 他见崔庆月的确没有什么隐瞒了 便对冯公公道 给他吧 冯公公这才将那罐子 放到崔庆月手里 崔庆月得了那罐子 等时两眼冒光 刚才的唯米之态一扫而光 仿佛年轻了几岁 他抱着罐子 嘴里呜呜咽咽咽地哭着 不知道说些什么 眼见天色也不早了 唐玉对冯公公道 其余几个人明月再审吧 朕罚了 冯公公道 陛下今晚要在哪里歇歇 唐玉伸了身懒腰 看外面天还没完全黑 道 神案子实在太累了 朕得找个刑部上书来 冯公公想了想 等时明白了 道 陛下要出宫 唐玉笑道 把苏焕找来 慕容统领你领几个换上便装 陪朕出宫去 好好见识见识呢 不对 去寻朕的刑部上书 慕容云略有些尴尬 倾壳一声道 陛下 要不要给叶姑娘说一声 有他护在陛下身边才安全 这怎么能告诉他 咱们悄悄地去 不要引起注意 朕相信慕容统领你定能护振周全 苏焕本来已经处理完政务 打算从皇宫回家了 结果还没出宫门 就被喊住了 听到是皇帝急召 他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便急匆匆地跟着传旨太监 来到了唐玉面前 苏爱卿 你还记得你和朕提起过的苏启吗 唐玉问道 苏焕喘了口气 回道 臣记得陛下是要 唐玉一本正经地地道 你说他有大财 以前受过苏黎那帮人的打压 不待见朝廷和朕了 现在朝廷正是用人之计 朕想见一见他 苏焕喜道 臣现在马上把他找来 唐玉拦住道 哎 他本就不满朝廷用人 朕若这么招他 恐怕显得没有诚意 苏焕还没明白过来 臣应道 他虽有些傲慢轻狂 臣与他很有些交情 多劝几句就好了 慕容云和冯公公 看着这位一直没有理解天子生意的大臣 在那抓耳挠腮 心中觉得有几分好笑 唐玉见苏焕一直没反应过来 便给冯公公使了个眼色 冯公公上前小声对苏焕道 陛下的意思是 微服出宫 亲自去见一见苏启 苏焕一愣 回道 他这个时候多半在摆花楼 这 陛下 唐玉见他终于反应过来了 笑道 怎么 还在犹豫 唐玉道 有慕容筒领领人跟着 朕很安全 见唐玉这么坚持 苏焕又真的有心觉得 这样也许更有诚意 能让那狂人苏起心服 便答应了 皇宫在京城的北面 所以京城北面靠近皇宫的地方 都是些豪宅 住在哪里的人 非富即贵 而百花楼在京城的中县以南 周围住的都是些中等人家 唐玉等人 为了不引起注意 特意从皇宫西门出来 再往南骑马 走了小半个时辰 到了一处热闹的街市 慕容云小声对唐玉道 自肃皇帝以来 宵禁力度越来越小 现在除了皇宫附近的几条大街 其他地方对夜市已经不管不问了 肃皇帝是唐玉的祖父 唐玉点头道 这般热闹也好 作为一个现代人 唐玉是绝不认可什么宵禁制度的 众人下马 走过了这条街 来到一处大宅前 苏焕指着那大宅道 陛下 这里就是百花楼 唐玉左右看了看 笑道 我还以为百花楼是和英柳方一样的高楼呢 这么看 倒似一般人家 苏焕解释道 那种高楼可不是谁都盖得起的 这里是百花楼南门 平日里不太开 这门的人太杂了 咱们从这里进好了 说吧 他抬手砰砰敲了几下门 随着一阵脚步声 一个男子开门探出头来 叫道 谁 苏焕道 苏元外郎在不在 苏起现任公布元外郎 那男子上下打量了一下唐玉等人 道 你们是谁 苏焕道 自然是客人 说着 他从袖子里掏出几十枚铜钱 塞到了那男子手中 那男子颠了颠手里的铜钱 才笑道 客人里面请 苏元外郎正在交听请姐姐练曲呢 怕是要等一会才见人 唐玉道 能不能带我们去听一听 我们保证小心 不打扰他们 看那男子有些犹豫 冯公公从袖中掏出一块小银叶子笑道 老小哥行个方便 男子咬了一口银叶子 激动道 诸位这边来 这边来 一行人就这么跟着那男子走了进来 先过了一个院子 又沿着墙边走廊走了一会 墙的另一边 许多男女调情的声音 听得清清楚楚 在那儿 众人顺着男子的手望去 只见一间卷棚内灯火通明 一名男子闭着眼睛 靠墙半躺着 两只手时不时打着拍子 正是苏启 苏启前面立着一架锦绣屏风 屏风上有一道女子身影 唐玉笑道 他倒是风哑得很 苏焕没料到 会让唐玉看到 苏启这般慵懒的模样 忙帮忙解释道 他应对朝廷寒了心 才这般完事不恭 往日里 他不是这样的 唐玉笑道 无妨 朕知道 他正说话 却听屏风后女子身影一晃 传出一句曲来 婉转悠扬 在这黑夜里 显得格外清脆悦耳 听到耳朵 像有一股清泉从心里躺过 让人四肢百孩 无不舒心 只这一句 众人就听得呆了 不想那苏启却两手一顿 不满道 不对 还是不对 唐玉忍不住道 哪里不对 苏启转过头来 看有人站在远处 不跃道 柳妈 把人赶走 苏焕忙出声道 苏启 不得无礼 领唐玉来的男子急道 你怎么能出声打扰 完了 完了 唐玉笑道 不妨是 你走吧 我保证没人敢罚你 那男子狐疑地看了看唐玉 真的转身跑了 等唐玉等人 走出廊下阴影来到灯下 苏启才看清 唐玉和苏焕的脸 他愣了一下 却不行礼 只恭敬站着 也不说话 苏焕几步走到他身边 小声急道 还不快行礼 苏启却看着唐玉 一脸冷漠地道 此时此地 需要我行礼吗 他都没有自称臣 唐玉笑道 不必行礼了 苏焕 这一点你 倒是要跟苏启多学一学 苏启一眼就看出 皇帝是微妇出宫来到这里的 所以他料定 皇帝不想暴入身份 自然也不用他行礼 苏焕见皇帝不怪罪 才松了口气 唐玉缓步走到卷棚里 见那女子还站在屏风后面 便笑道 姑娘还不出来吗 这可不是代客之道 他话音刚落 就见一身穿阴脆长裙 头完九环发际的女子走了出来 那女子不过十六七岁的模样 灯火下 一身锦绣满头朱翠 生得极美 卢听琴见过诸位公子 他走出屏风后 屈身端端正正 给唐玉等人行了个礼 美丽 优雅 这是听琴给唐玉的第一印象 好标志的美人 就连镇的 唐玉赞叹道 苏启拧起眉头 道 听琴 你先下去吧 今晚不练了 这时 一个中年妇人慌慌张张跑了过来 急道 琴儿 琴儿 不好了 前面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这妇人慌里慌张地乱叫 听琴却不见慌张 小步迎上来 道 妈妈 有贵客在 妇人看了一眼唐玉 只觉得是个俊俏的公子哥 苏焕和苏启二人 他倒是都认识 但也知道这二人受当朝丞相的排挤 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因朝中这些事情发生得太快 许多事还没有传开 比如苏贵妃的死 和朝廷官员的变迁等等 这位妈妈 直接无视了唐玉和苏启等人 拉着听琴走到一旁 小声急道 薛公子和丞相府的人 在前面为你打起来了 女儿 你说怎么办才好 听琴小声道 喂我 我早就说过了 每逢五 十五 二十五的日子 我都要跟着苏大人学取 不带课的 常来楼里的客人 有谁不知道 妈妈道 话是这般说 今儿不知怎么了 薛公子好不容易从家里逃了出来 点了名要你侍奉 他虽蛮横些 倒也还是听得尽道理的 说是他难得出来一次 愿意等你学完了 取见你一面 他既然这般说了 我就不好再去课了 那丞相府呢 明显听出来 听琴有些不悦 妈妈继续道 今儿邪门就邪门在这里 咱们家在城南还有些名声 哪里比得上北城的那些人家 丞相府今晚也点名 要是去丞相府侍奉宴席 薛公子气不过丞相府的人不知规矩 和他们扮了几句嘴 两边的下人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 唐玉在一旁听了 低声对苏幻道 这薛公子是何人 居然敢和丞相府的人叫板 胆子不小啊 苏幻低声回道 是吏部尚书薛青燕的儿子 吏部尚书薛青燕 他不是苏黎的心腹门生 他儿子怎么敢得罪丞相府 苏幻回道 正是因为苏黎很重视吏部 重视薛青燕这位门生 所以平日里对薛青燕的儿子 很是骄纵 说到这里 他笑了笑 道 苏黎对自己的儿子苏菲白 是很严格的 唐玉呕了一声 明白了 那边那位妈妈 还在一叠声地问 怎么办怎么办 倒是听琴姑娘不显慌张 沉声道 妈妈莫慌 既然是丞相府来请 我自然是要去 妈妈问道 那薛公子呢 听琴回道 我自能安抚他 两人一定 听琴又走过来 对唐玉众人行礼 娇声道 今日慢带了诸位贵客 实在抱歉 妈妈 请几位姐妹 来伺候这几位公子 那妈妈心想 都这个时候 还管这些人做什么 不过他似乎很看重听琴 忙硬了 唐玉道 姑娘似乎是遇到了什么男士 听琴微笑道 些许小事 不足挂齿 多谢公子关心 说完这句话 他又行了个礼 才不疾不徐地去了 看着那道倩影 消失在灯火后 唐玉不由叹道 端得是个美人 只可以凌落到了泥土里 苏启逆了唐玉一眼 回道 陛下既然觉得这地方乌角 贵族又何必踏进这间地 苏启 放肆 苏幻见自己好友 竟敢讽刺皇帝 忙出声喝道 唐玉道也不在意 只打量了下苏启 他年不过四十 身形消瘦 占得笔直 让人感觉尖锐有力 唐玉知道 和这等聪明人说话 最计拐弯抹角 便直言道 苏启 正听苏幻说 你有大财 现在朝廷里 官员良有不齐 空缺甚多 急需要有能力的人 来为天下百姓做些事 不知你愿不愿意 苏启闻言 嘿嘿一笑道 陛下这话臣听不明白 臣现在担着 公布袁外郎的官职呢 唐玉严肃道 苏启 朕可没心情和你开玩笑 只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 苏幻见皇帝表情严肃 忙小声对苏启道 苏兄 陛下是真心欣赏你的才学 苏启低头沉默不语 就在这时 前面忽然传出一阵震天响动 似乎是砸了什么东西 苏启猛然抬头 道 陛下 如果今日你能保听秦姑娘 不去丞相府 臣就愿意相信陛下 整顿朝廷的决心 他就是想看看 这个天子 是不是真的敢和丞相府过不去 唐玉闻言 哈哈哈哈大笑道 好 咱们一言为定 走 去看看 苏启对着百花楼熟悉无比 他亲自挑着灯 在前面为唐玉赵路众人 绕过一片假山 来到了片灯火通明之处 一个大院子 两边开着有数十个房间 这些房间里都点着灯 大多数都紧闭着 乐曲声 男人们的吵闹声 声音声等等混在一起 走过大院子 又来到一处大厅 大厅中央站着凉火 正在对峙的人 许多女人客人 被挤在了墙壁角落 唐玉一进屋子 就先看见了听琴 他换了一身浅蓝长裙 头上斜斜地挽着发脊 插着几只三钗 苏大人 你们怎么来了 听琴似乎很尊重苏启 一看见苏启进门 他就迎了上来 唐玉看着苏启 心中骂道 这家伙 不会是想老牛吃嫩草吧 故意让我来救他的相好 妈的 就在唐玉发酸的时候 听琴又对唐玉行了礼 欠一道 让公子看笑话了 这会儿在通明的灯光下 听琴那银白的小脸 更显美丽可爱了 唐玉倾咳一声 道 既然知道听琴姑娘遇到了麻烦 这 本正公子 怎么会置之不理 听唐玉自称姓正 听琴飞快地将自己 所知道的达官贵人 过滤了一片 很遗憾 京城里没有什么 显贵人家姓正 为了避免连累唐玉 听琴回道 且多谢郑公子了 只是这件事 郑公子还是不要掺和的好 这边郑说这话 那边一个身着华丽 长相俊俏的公子高声道 听琴姑娘 那些是什么人 苏大人 今日真是对不住 饶了你教学 说话这人 就是薛青燕的儿子薛厚凤 他是认得苏起的 听琴姑娘 咱们已经耽搁得够久了 若再不走 丞相怪罪下来 我们吃醉不起 说话的汉子 左右环顾着这座大厅 嚣张道 这百花楼 怕是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薛厚凤文言 跳起来道 杭远 本公子在这里 容不得你仨也惊扰了家人 我已经派人去阿爷家了 你只管耐心等着 不得放肆 因着薛厚凤 自小就常在丞相府走动 所以他称呼苏丽为阿爷 比这一般人都亲近一些 那被叫做杭远的汉子 被薛厚凤笑道 薛公子 我来使令尊就在我们相爷府上 这件事 他也是知道的 您现在这般阻拦我们 别说在相爷面前 就是在薛大人面前 怕是也交代不过去 唐玉听了这话 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之处 他低声对苏幻道 听这人的意思 恐怕倾听秦姑娘 不单单是为了听取侍奉宴席 苏幻眼睛一亮 回道 B 公子英明 若果真的只是为了宴请客人 北城新一方 英柳方 万花院的头牌们 都不比听秦姑娘差 唐玉看着苏幻 笑道倒是没想到 苏大人还是个风流人物 竟然知道的挺详细 苏幻善善地回道 公子不要取笑小人了 不过是平日闲暇 陪着一帮朋友胡乱耍罢了 苏起兄才是其中高人 苏起倒是坦然回道 新一方的李燕燕姑娘 英柳方的段柳姑娘 万花院的檀儿姑娘的唱功 都在听秦姑娘之上 这倒是真的 平日里向丞相府 及的王孙贵族家中有宴会 也多是请他们去 这次点名要听秦姑娘 的确有些不对 道中高人啊 唐玉叹道 什么时候也领着 本公子掌掌见识 苏幻尴尬的 不知说些什么 苏起依旧坦然回道 这些地方 公子还是少去为宜 作为臣子 他自然不会劝皇帝 去这种地方 唐玉一夜 笑道 偶尔于情罢了 这边说着 那边却又有了新情况 原来是薛厚凤 派去丞相府的人回来了 只说是丞相点 这名要听秦姑娘 还对薛厚凤道 公子 老爷发怒了 要您赶快回家去 薛厚凤自恃不肯 他指着杭远骂道 定是你这奴才 在阿爷面前进了谗言 杭远插着腰 并不理会薛厚凤 指着唐玉身边的听秦道 带走 薛厚凤起的跳脚 指挥自己带来的仆人拦住 可这些仆人不傻 知道这不过是 自家公子任意妄为而已 到时候家中老爷罚下来 千金之躯的公子 自然没事 他们就成了顶包的 所以任凭薛厚凤喊的在想 这些薛家奴仆 也不敢真的去 蓝丞相府的家仆 那百花楼的妈妈 这会儿被吓得 直躲在墙角里 暗自着急跺脚 却也不敢真的阻拦 眼见有个仆人 就要伸手去拉听秦了 唐玉对慕容云道 别让这等人的手碰姑娘 慕容云会议 抬脚就将那伸手的人 踹飞了出去 这一下变故仓促 顿时下的楼里的人 发出一阵尖叫声 几个胆小的 已经开始从门往外跑了 杭远和丞相家的人 显然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人 敢对丞相府的人动手 你可知道我们是谁 杭远一声高鹤 十多个仆从手持长刀 就向唐玉等人围了过来 慕容云和他带的四位侍卫 则是齐刷刷地 将腰间长刀拔了出来 听秦这时也有些慌了 他没想到 这位郑公子竟然这般鲁莽 竟然敢伤丞相府的人 公子 他们是丞相府的人 不可得罪 薛厚凤健壮 却是拍手大笑 高声道 这位公子好样的 杭远逆了一眼 薛厚凤 两手一拍 喝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这等人不打死喂狗 还等什么 这话一出 整个大厅里顿时一片哗然 那些客人妓女们 吓得都往门边挤慢着 我随你们去救世了 不得伤人 确实听秦站了出来 高声说话 他声音不算特别大 但是很有力 他现在也已经意识到了 今晚的事情必定不简单 杭远指着唐玉道 听秦姑娘 如果早些时候说 这句话就好了 如今说 已经是晚了 这人敢伤丞相府的人 今晚就是皇帝来了 也救不了他 唐玉把听秦护在身后 望着杭远 冷笑道 好大的口气 听秦没想到这个时候 唐玉还敢为他出头 主动将他护送在身后 心中莫名感动 低声道 公子 听秦多谢你了 公子大概出来京城吧 苏丞相权大势大 你这般得罪他府里的人 无异于惹火自焚 公子对听秦的心意 听秦心领了 若是能度过此劫 听秦必定报答公子 唐玉转过头来 看着眼眶微红的听秦 笑道 报答 他说这话的时候 专门看了一眼苏起 道 怎么报答 见苏起实在不太在意的样子 唐玉心里有些明白了 这二人怕不是他想的那种关系 听秦不过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唐玉竟真的问怎么报答 他一时语色 不知怎么回答 就在这时 已经有两个仆人冲了上来 这些看家护院的奴仆们 对付一般人还行 可是对于慕容云和他的手下来说 这等人拿着武器 也不过是绵羊在多长两只脚 依旧是猎物罢了 慕容云对两个侍卫道 你们二人护着陛下 他领着两人当先冲了上去 丞相府的奴仆 哪里阻挡的了 十多个人 不用一会 就尽数被打倒在地了 众人原本害怕的 到处躲藏逃跑 结果见慕容云这般利落的 把丞相府的人打倒了 别说被波及 就是捉衣也没伤了几个 完完全全的碾压 一旦没有了危险 人们的那股八卦精又上来了 这些人躲在门口或者后面 都不走了 等着看怎么收场 杭源眼见自己带来的手下 被人砍瓜切菜地打倒了 顿觉不妙 转身就想逃走 可惜在慕容云手里 他便是再伸出十条腿来 也是逃不掉的 众人见慕容云 踢着杭源那壮硕的身子 像是捏起一只小鸡一般轻松 都忍不住发出了喝彩声 跪下 慕容云把杭源扔在唐玉脚下 一脚将他踢倒 杭源在地上先是摔了个狗吃屎 然后爬起来嚣张道 你们几个等死吧 你们知道你们得罪的是谁吗 是大下国的苏丞相 就是当今天子 见了我们家老爷 都要礼让三分 你们死定了 他口中各种威胁 喝骂不止 听着他的叫骂和威胁 围观的众人也都担心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 得罪了苏丞相 那是死定了 这么一想 许多人看向唐玉的眼光 都带了些同情 一个个窃窃私语道 这么好的公子 真是可惜了 有些妓女更是羡慕地 看着唐玉身后的听琴姑娘 道 要是有一个男子 愿意这么为我 我便是当场死了 也甘心了 这些话传进了听琴的耳朵里 他这才反应过来 这会儿 自己竟老老实实地 躲在了唐玉的身后 不知道的人可就不乱想了 你可知道 你面前站着的人是谁 一直冷眼旁观的苏丞 终于说话了 唐玉最佩服苏丞这人的这点 他的话不算多 但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候开口 他说话声音不大 但是那种轻蔑的语气 很能扎人心 就像上次在宴会上 对付南蛮使者一样 唐玉有心看苏丞说些什么 苏幻怕苏丞不管不顾地 暴露唐玉的身份 便低声道 苏丞 不要乱说话 唐玉今晚是打着寻财的幌子 来到这家妓院的 可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幌子 今晚天子和人 争一个轻谋歌姬的事情 要是传了出去 朝廷便是有一万张嘴 也说不清了 苏丞直接无视掉了苏幻 继续道 你们请这位姑娘试验 可有出资 好远被慕容云摁在地上 高喊道 自然 那孙妈妈 可是收了我们二百两雪花银 好你个黑心的妈妈 薛厚丰跳起来 几步走过去 把想要逃走的孙妈妈扯了回来 怒道 你竟然敢一家货卖两家 听琴听到薛厚丰的这句话 脸顿时白了几分 流落青楼之后 他最忌讳听到 客人把妓女比作货物 孙妈妈被薛厚凤扯的胳膊腿 杀猪般地叫道 你们两家硬塞给我 我哪里敢说个不字 这能怪我吗 行远得意地仰起头 看着苏起 笑道 苏大人 你听见了 这是说到底 可不是我们相辅的错 薛厚凤扯住孙妈妈 高声道 你现在就在这里说清楚 今晚听琴姑娘归谁 孙妈妈左右看看 最后只能看向听琴 被当作货物争来争去的听琴 此刻只觉心凉 平日里看着风光 最后到了这个时候 也不过是货物罢了 她眼中含泪 只低着头 并不去看孙妈妈 一向自己拿主意的她 这次终于累了 唐玉看着听琴 心里隐约猜到了一点 便对杭远道 留你一条狗命 回去告诉你家主子 听琴姑娘被我请去府上做客了 她若有胆子 就来我府上找我 听琴听唐玉说 是请自己去府上做客 她不由心里一暖 杭远心中冷笑 好一个狂妄的小子 只要你敢说出住出来 也自有千般法子对付你 你若有种 就留下住出来 我自会去禀告丞相大人 唐玉黑黑一笑 低头对着她耳边说了句话 你 不可能你好大的胆 杭远的脸无比猙獰 极像是愤怒 又像是害怕 唐玉从腰间取下一块玉佩 扔到杭远手里 笑道 是真是假 你们家主人清楚 这玉佩 给你做个见证 杭远捧起那块玉佩 一脸惊恐的脸跑带爬地逃了出去 眼见杭远忽然这么害怕的狼狈逃了 众人都望向唐玉 好奇她说了什么话 竟然把堂堂成相府的打手 吓成这个样子 这事情解决得太过突然 薛厚凤挠头过来 问道 郑公子 你刚才和那狗奴说了什么 怎么他像是见了鬼一般 冒冒失失地跑了 唐玉微微一笑 道 不可说 不可说 薛公子 我倒是有一件事想请教你 薛厚凤一双眼睛 只顾看着听情 安慰道 姑娘没受伤吧 让你受惊吓了 实在是我的不是 直到唐玉问了第二遍 她才回过神来似的 道 请教不敢当 你问就是了 唐玉问道 薛公子今晚来这里 应该不是巧合吧 听到这句话 薛厚凤笑着的脸 灯石僵住了 她左右看看 道 这连多 不是说话之处 咱们换个地方 孙妈妈这事也凑上来 堆着笑脸道 诸位公子这边来 今晚酒水我全包了 秦姑娘 对听情 她似乎还是有些害怕 畏畏缩缩地道 你陪陪几位公子 她的语气 不像是老宝对自家女儿说的 倒是有几分请求的味道 听情这会儿 已经恢复了平日的模样 她微笑道 这个自然 不劳妈妈吩咐 一行人就这样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 走出了大厅 照就回到了听情练曲的地方 众人坐定 薛厚凤才叹息道 这件事本来我不该说的 只是今晚 诸位救了听情姑娘 我便把诸位当自己人了 今晚我在家里 听到父亲跟人说 相辅要选几个美人 送去南蛮 南蛮 苏焕一惊 对唐玉道 苏黎想讨好南蛮王 唐玉想起苏贵妃临死的时候 说过她愿意去南蛮的话 结合今晚的事 便想通了 对苏焕道 看来是因为苏仙死了 苏黎想要找几个人替她 不过 咱们回 先回家 苏起忽然伏地道 陛下 臣愿为陛下笑吏 薛厚凤和听情 被苏起这忽然的举动吓了一跳 听情不可置信地看看唐玉 又看看苏起 道 苏大人 你说 你说她是 她是陛下 薛厚凤恍然道 怪不得 怪不得那狗奴 吓成了那副模样 两人慌忙对唐玉行礼 道 小人有眼无珠 请陛下治罪 唐玉却看着苏起 道 苏起 你想做什么 苏起恭敬道 陛下 来不及了 今晚丞相府必定在城内搜寻美人 请陛下下旨制止 他之所以忽然暴露唐玉的身份 就是要逼着唐玉 就那些今晚被抓的梁家女子 唐玉朗生笑道 苏起 你还是看低了朕啊 今后不必耍这种小聪明 你既然着急 朕就赐你这个权利 冯公公 你陪着苏起去经兆府 只说是朕的旨意 封苏起为特使 令经兆府配合她 说到这里 唐玉提醒道 苏起 经兆迎审千是苏黎的人 朕的旨意管不管用 能不能用 可全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苏起起身在拜道 臣谢陛下龙恩